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汪红义回到自己的办公室 吩咐汪红义把罗学虎副局长请过来 自己有事要跟他商量 汪红义见曾义没有别的吩咐 就告退出了办公室 而办公室的外间 此时至少有二十几个人 别说是坐了 站都没有站的地方 汪红义出来以后说了一句 曾局长回来了 外面的人立刻都站了起来 等着下文 就听汪红义说的 来汇报工作的同志呢 都先去我的办公室吧 曾局长刚刚从省里赶回来 又参加了市里的会议 确实有些疲惫 再加上今天时间不早了 可能也无法一一听取各位的汇报了 不过曾局长讲了 大伙的报告他都会看 看完以后呢 会一一找各位谈话 在场的人也就没办法了 看来自己今天是见不着曾局长了 当下大伙围着汪红义 都说自己的工作报告比较重要 请务必给予关照 汪红义都一一答应下来 好的好的 大家还有什么别的事情 都先去我的办公室谈吧 不要在这里影响曾局长 在场的人都忙不迭的答应着 是是是 听汪主任的 然后一窝蜂向门口退去 好像多待一秒 都会影响到曾义的办公跟休息似的 汪红义看着这些人 下楼去了办公室 轻轻一叹息 心想 你们早干什么去了 曾局长上任都一个月了 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 你们都不来汇报工作 哦 现在知道曾局长厉害了 一个个才突然想起要汇报工作了 这似乎有点晚了吧 要知道 曾局长可不是那么好糊弄的 微微一摇头 汪红义又打起精神 快步过去敲开了副局长 罗学虎的办公室 两分钟以后 罗学虎来到了曾义的办公室 先笑道 曾局长回来了 曾义就从办公桌后面走出来 我刚刚回来 请坐 罗学虎等曾义走近了 然后一起在会客沙发前坐下 我听说 金帝的老板抓到了 曾义点了点头 心想 这消息可传得真快 市政府的会议才刚刚结束 金帝老板落网的消息 就已经传到罗学虎的耳朵里了 曾义就说 是啊 就是在前天晚上的行动中 被抓到的 罗学虎只是点头 却没有再追问这次行动的事情 在市局蹉跎了这么多年 他已经明白了 很多事情不是自己能够过问的 也不该自己强出头 罗学虎端起杯子喝了口茶 有个情况啊 我要向曾局长汇报 曾义笑呵呵的摆摆手 哪里 罗副局长有话 只管讲就是了 你我之间可用不到汇报这个字眼啊 罗学虎笑了笑 也没有纠缠这个细节 啊 是这样的 在局里呢 我一直都是协助搞治安工作的 从昨天开始啊 我陆续接到了一些情况汇报 我是呢 接连发生了数起群众殴打小偷的事件 限制目前已经有十几个小偷进了医院 伤势也是轻重不一 曾义心想 这授酒做事的效率还挺高啊 这么快就进入了实际的操作环节了 曾义看着罗学虎淡淡的说道 罗学虎请继续说 罗学虎仔细观察了一下 并没有从曾义的脸上 看到自己任何想得到的信息 就又说道 像这种情况集中发生 我觉得有些反常 所以向曾局长专门反映一下 曾义点了点头 然后又说道 罗副局长是老警察了 经验丰富 又做了这么多年的治安管理工作 你认为这样的情况该如何处理呢 罗学虎没想到曾义 又把问题抛给了自己 做了这么多年警察 什么风浪他没见过呀 对于中化石的情况 那更是了如指掌 市里突然一下子发生了 这么多起小偷被打的事件 罗学虎就意识到 这绝不是偶然的 应该是经过仔细策划和组织的 但罗学虎搞不清楚 这件事到底是谁搞的 背后有没有什么人在支持 所以他不好参与和表态 只是再三思索之后 罗学虎觉得 在眼下这个节骨眼上 还能够有闲情意志 去管小偷这件事的 怕是也只有增益了 其他人这个时候 早就火烧眉毛 自保不及了 斟酌片刻之后 罗学虎决定冒险赌一把 他就说 我是管治安的 情况也最清楚 我们中化石的小偷 已经猖獗到了 必须要管的时候了 我认为 我们今后 要大力嘉奖那些 见义勇为者 对于小偷被打的事件 可以暂时采取 不立案 不受理的措施 集中利用这一段时间 狠狠地杀一杀 这些小偷团伙的嚣张企业 把他们赶出中化石 还市民一个安宁 祥和的治安环境 曾义看着罗学虎 认真地说道 是啊 小小的毛贼都管不了 弹河 祥和安宁 既然罗学虎都交了底 他索性也就交出自己的底 曾义接着说道 只要目的是为了 广大市民的人身财产安全 在特殊情况下 可以采取特殊的手段和措施 罗学虎就知道 这次的事情 果然是增益在暗中支持的 同时也庆幸自己 这回压对了筹码 被庞东海硬生生压了这么多年 要说罗学虎心里没有窝一点火 那是绝不可能的 罗学虎露出十分赞同的表情 说道 一屋不扫 何以扫天下 过去 我们的治安思路 存在着一定的偏差 不管别人怎么看 我本人十分坚信 曾局长的到来 必然会彻底改善 我式的治安局面 曾义呵呵一笑 靠我一个人肯定不行啊 要想做好中化市的治安工作 还得依靠我们这个集体 尤其是像雪虎局长 这样的老同志 罗学虎拍着胸口表态道 只要曾局长信得过我这个老警察 我敢不尽力 既然曾义露出了拉拢的意思 他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就听曾义又笑着说道 雪虎局长的能力和水平 我是清楚的 罗学虎心里一热呀 曾义这么讲 意思就是说 以自己的能力和水平 做目前的职务有些委屈 这是暗示在对菊领导班子成员的分工 进行调整的时候 会重用罗学虎 曾义上任以来 一直还没有对菊领导的分工 进行调整 罗学虎等的就是这个机会 罗学虎情绪有些激动 我是个粗人 也不会讲那些虚的 我就说一句心里的大实话 今后我就跟着曾局长 踏踏实实的 搞好中华市的治安工作 曾义笑着说 有雪虎局长这样的老资格压阵 我这心里也踏实了 两个人又聊了一会儿 见时间不早 罗学虎就起身告辞 回去部署曾义的指示去了 对于中华市日益猖獗的小偷集团 罗学虎也早就看不下去了 可惜之前他一直在局里受到打压 虽说也分管治安工作 可只是协助高晓东分管 拍不了板 做不了主 有心做事 却根本搞不成事 现在曾义出手整治这些小偷集团 罗学虎是举双手赞成的 他之前表态赞成曾义的做法 并不完全只是要为了向曾义靠拢 而是真心赞同 之前罗学虎也对曾义还进行了暗中的观察 毕竟曾义是公安系统的新兵 是不是干公安的这块料还很难讲 但曾义先是突袭娱乐场所 再是出手整治小偷 彻底打消了罗学虎的疑虑 这位新来的新兵局长 非单对公安系统了解很深 而且还有着常人没有的胆量和魄力 行事果断坚决 毫不拖泥带水 不出手则疑 一出手便是杀招 对于公安局长来说 这一点非常重要 前怕狼后怕虎的性格 是干不好公安工作的 时间又过去了三天 搅得人心惶惶的中化市突袭行动 终于有了官方的说法 沈公安厅以开展打黑行动的名义 正式公布了此次行动的成果 金帝老板成功落网 同时抓获在逃嫌疑犯七名 其中有三个是改变身份 潜藏多年的陈年就案疑犯 此次被公安机关成功识破 捣毁具有黑社会性质的团伙四个 抓捕团伙成员上百名 缴获各类凶器上千 这个通报 让很多人心里悬着的石头 终于落了地 只是自始至终 也没人知道 这次的行动到底是 谁推动谁执行的 这天早上上班以后 曾毅让汪红毅去通知 召集所有在家的 局领导班子成员开会 半个小时后 汪红毅回来汇报说 局领导班子成员除了在省城养病的沈南鹏之外 其余人员全部到齐 已经等在会议室了 增议也不耽搁 端着茶杯就去了会议室 右手还拎着一个后世的文件夹 走进会议室 没有往常的那种烟熏火燎 只有淡淡的茶香 看样子上次的突袭行动 已经让中华市局领导班子的成员成功戒掉了多年的烟饮 至少在开班子会议的时候是戒掉了 增议清了清嗓子 直接挑明了今天会议的主题 同志们 开会了 按照省厅的要求 要对全省各级公安机关工作人员 进行岗位技能素质大培训 目前 我局中层以上干部的学习培训工作已经结束 根据各自的学习成绩 我认为 有必要对一部分岗位的人士进行调整 听增议说完这一段 二 却没人开枪 增议已经不是第一次搞突然袭击了 再突然的事情提出来 大家觉得自己都能接受 他要是按部就班的开会 大家反倒会觉得心惊胆战呢 增议就甩出了那个后世的文件夹 示意汪红义给大家把资料分发一下 这是我拟出的调整方案 大家先看一看 然后再议 汪红义站起身 打开文件夹 从里面掏出调整名单 挨个发到了班子成员的手里 这中间唯独控过了政治部主任陈立武 细心的人可就发现了汪红义的这个举动 心里一阵纳闷啊 政治部那可是管人似的呀 汪红义漏发材料给陈立武到底是故意的呢 还是忘记了呢 名单发完 汪红义就坐回到自己的位置上拿起钢笔 准备开始做会议记录 陈立武的脸可一下子就涨红了 就听他说的 既然是人事调整 那我这个政治部的主任 相信还是有点发言权的吧 汪主任 你说是不是 陈立武狠狠瞪着汪红义 不明白他今天为什么要给自己这样一个难堪 就见汪红义稳稳的坐在那里 连身子都没有挪动半分 涉及人事调整 政治部主任当然有发言权 这个规矩我肯定懂 陈立武的脸色就更红了 看来汪红义今天这么做根本就是故意的 他真想狠狠的一拍桌子 然后把汪红义骂个狗血喷头 只是他看了看曾义 又强行压住了火气 那为什么我没有拿到名单 陈立武是气昏了头啊 其他人却是很清醒 刚才汪红义的回答 只提到了政治部主任有发言权 而没有提陈立武有发言权 这个区别是很大的 高晓东心里一惊 难道陈立武这个政治部主任要被撸了 不应该呀 自己可丝毫没有听到这方面的消息呀 再说了 就算陈立武要被撤了 那今天的这个会议 陈立武还是市局堂堂正正的政治部主任呢 汪红义为何就敢漏过他呢 难道汪红义有能耐就在今天这眼皮底下 撸掉陈立武 这不可能啊 这事需要流程啊 只要一天不下正式文件 陈立武就还是中华市局的政治部主任 这一点谁都不能否认啊 却见汪红义并没有理会陈立武的质疑 而是站起身朝会议室的大门口走去 陈立武的脸色依旧仗红着 可神情明显有了点缓和 他认为汪红义这是要出去再给自己拿一份名单来 曾义这个时候却又清了清嗓子 表情异常严肃的说道 在讨论人事调整之前 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 就见汪红义伸手拉开了会议室的大门 两名黑着脸穿着警服的大汉出现在了门口 会议室里的人齐齐看向门口啊 不知道曾义这又唱的是哪一出 之前宣布要进行人事调整 这在大伙看来已经是突然袭击了 怎么又在这突袭之外 还有更意外的突袭呢 这曾义的突袭怎么就防不胜防呢 曾义此时站起身来 陈生说道 这两位是省厅纪委和政治部的同志 啊 所有人差点是一声惊呼啊 而陈立武在这一瞬间那红脸就变成了白脸 并且惨白的吓人 这两名黑脸警察进来 没有跟任何人打招呼 而是直接来到陈立武身后 一左一右站定 陈立武 请跟我们走一趟吧 陈立武的喉结耸动了两下 我我想这其中一定是有什么误会吧 这黑脸警察没有任何表情 是不是误会 去谈过了就清楚了 你可以进行解释的 陈立武扭头看向会议室 希望这个时候有人能出来帮自己讲几句话 哪怕是转环一下也行啊 可目光所到之处 所有人都挪开了眼睛 根本就不给他视线交接的机会 这黑脸警察有些不耐烦 警告了一声 陈立武 这里面的规矩 你是知道的 是啊 要是你自己走 那还能保住几分体面 真要是让我们动了手 那可就不怎么好看了 陈立武的心可都凉透了 平时的铁关系 这个时候竟然都明哲保身 他狠狠的一咬牙 一转身就朝会议室大门口走去 这两名警察紧随其后 啪的一声 会议室大门合上 现场有几个人 不由齐齐打了个冷战 陈立武的话还没落地呢 他这个政治部主任就没了 这世事变换的也太快了吧 就听曾毅黑着脸讲道 因为和金帝保安打死人一案有关联 陈立武要接受省厅的调查 此案省厅领导已经下了批示 要一查到底 陈立武的事情 令人感到心痛 同时也提醒我们在座的所有人 今后要严格要求自己的行为 面对党纪国法 不要心存任何侥幸 现在开会 会议室里静得下人 所有人都还处在极度的震惊之中 汪红义捏着笔在本子上虚化了两下 心想 曾局长还真不是一般的厉害呀 在讨论人事之前 先给你们来了一出杀鸡敬猴 自认为在人事调整上最有发言权的陈立武 瞬间就被斩于马下 还有谁敢反对这次人事调整呢 那在开口之前 也要掂量一下后果呀 在众人的惊惧之中 曾义所提出的人事调整方案 得到了通过 常务副局长高晓东肯定是要反对的 他仔细看过这份调整方案 自己的几个心腹 在这份方案上全部靠边站了 如果让这份方案通过的话 那么曾义就实质性的控制了全局 接下来的事情 必然是对局领导班子的分工进行调整 此时反对还可以挽回败局 真等到了调整分工的时候 再反对就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因为底下已经全是曾义的人了 可是等高晓东准备要站出来反对的时候 却意外的发现局领导班子里的格局态势 就在这短短的几分钟里 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局领导班子成员里的那些中间派 几乎是没有任何犹豫 就彻底倒向了增议 这些习惯了做墙头草和事老的人 原本在局里就没什么分量 就算是进行中层干部大调整 他们也没有什么损失 所以犯不着拿自己的前途去冒险 刚才陈立武被带走的事情 对他们造成的冲击力实在是太大了 紧接着又有两个原本是高晓东这边的人 也在一番权衡之后选择了支持增议的人事调整方案 数了数人头之后 高晓东只能在心里常态 就算现在自己站出来反对 也是无济于事了 在局领导班子里 增议已经拿到了绝大多数的支持票 谁都清楚这次人事调整之后意味着什么 可是谁也没有站出来反对 最后就按照增议口中所谓的学习成绩 对局里的中层干部进行了一次大调整 至于那些人的学习成绩单 除了增议之外 谁也没有见到过 会议结束之后 增议端着杯子就往外走 其余的人心事重重的跟在后面 出门刚走了两步 办公室有人匆匆跑过来 来到增议跟前站定 打了个敬礼 报告局长 楼下来了二十辆新车 增议微微一皱眉 有些纳闷 完全不清楚 这家伙到底是在说什么 楼下来了二十辆新车 跟局里有什么关系呢 王红义就说 是怎么回事 把话讲清楚 那人又说 楼下来了二十辆新车 说是赠送给局里的 让我们找个人去接受 王红义就疑惑的看向了增议 他也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 以前也有企业向局里赠车 不过那都会提前联系好 然后还要搞一个简单的交车仪式 哪有这样突然上门赠车的 自己甚至都不知道赠车的人 到底是谁 增议思索了一下 突然想起一件事了 大概就知道这车是谁送的了 当即就说 二十辆车可不是个小数啊 为了表示谢意 我们就都过去吧 其他人自然没有意见 大家也很想知道 这些车到底是谁送的 一出手就是二十辆 这何止是财大气粗啊 简直就是事钱财如粪土啊 到了楼下 就看到市局大楼前的空地上 整整齐齐排了二十辆崭新的汽车 十辆轿车 十辆越野 都已经喷上了警车的标准外观 只是没有挂牌而已 增议一露面 新车堆里就跑出个人来 快步来到增议跟前 增议长您好 增议就问道 是董总让你来的 那人连连点头 是啊 董总马上就到 他让我先把车子送到增议长这里 话音刚落 一辆黑色豪华轿车就来到了市局门口 车门打开 董立扬从里面跳下来 人未知爽朗的笑声先响了起来 增议长啊 老董来兑现承诺来了 增议也是哈哈一笑 迈步迎向董立扬 董总大家光临 有事远迎啊 恕罪恕罪 高晓东看清楚董立扬的模样 不禁大吃一惊 这不是东江巨富董立扬吗 其他人也认出来了 同样是吃惊不已 董立扬可不是一般的小商人 那是手眼通天的巨商 许多京城权贵都是他的座上宾客 至于省里跟董立扬交好的大人物 更是数都数不过来 很多时候董立扬的一句话 都比很多官员的话还管用呢 就见董立扬上前握住增议的手 还满脸歉意的说道 上回吃饭的时候 答应要给中华市局弄几辆车子 拖了这么久才送过来 曾局长可不要见怪哦 曾义笑道 怎么会啊 董总这份礼太贵重了 我代表中华市所有警务人员 感谢董总对我们中华市局的信任 感谢对中华市治安系统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说着曾义抬起手 向董立扬敬了个礼 董立扬连连摆手 哎严重了严重了 我的这点东西跟曾局长的辛苦比起来 根本不值一提 保一方平安的是中华市公安局 我不过是尽一点绵薄之力罢了 曾义也没有多客气 吩咐汪红义出一个警车交接的手续 准备一个简单的仪式 然后就请董立扬往大楼里去 曾义跟董立扬在前面走 市局的其他领导就跟在后面 大家也都看得明白 这曾义跟董立扬的关系很不一般呢 长篇小说首席医官 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行医 人为首 治病救人 为官 得在先 功而忘思 一道官徒 一医一官 一人一国 正气凛然 请听长篇小说首席医官 原著谢荣鹏 演播阿陈 董立扬亲自带队 把二十辆新车捐赠给中华市公安局 曾义也没有多客气 吩咐汪红义出一个警车交接的手续 准备一个简单的仪式 然后就请董立扬往大楼里去 曾义跟董立扬在前面走 其他领导跟在后面 大家都看得明白 曾义跟董立扬的关系确实很不一般 别的企业要说捐二十辆车 那绝对就是超级大手笔 可是对于董立扬这样的人来说 这就是一件还加不上筷子的小事情 别说是由董立扬亲自过来送车 这样的事儿 在董立扬的下属企业里 怕是都递不到董立扬的眼皮子底下吧 要知道他的手指头随便一划了 那都是利润过亿的大项目 怎么会为了这区区二十辆车 专程跑到中华市一趟呢 这答案很简单 这分明就是冲着曾义的面子和交情来的 常务副局长高晓东的脸紧紧绷着 实在是没有料到啊 曾义居然还有这种关系 想要和曾义斗 难度实在是太大了 自己是不是也需要跟别人一样 改变一下策略呢 趁着进电梯 没有别人的空 曾义问道 东总啊 这么点事儿 怎么还老你亲自过来一趟 董立扬嘿嘿笑了两声 无事不登三把店嘛 我是有事 邀请曾局长帮忙啊 曾义也没有推推党党 而是说道 只要有能帮上忙的地方 我肯定会尽力的 董立扬又是嘿嘿两声笑 这事儿啊 倒不是什么大事儿 可这件事儿也只有曾局长能帮我呀 曾义一愣 随即就有点明白了 除了看病也没别的事儿了 曾义就笑道 我看董总面色红润 气色很好啊 这好像不用我帮忙吧 董立扬只是笑 是我的一个朋友 他却不肯说出 这到底是谁 曾义就有些纳闷 看董立扬 说话着轻松自在的样子 他那位朋友 应该病得不算严重 可要说不严重吧 董立扬怎么又亲自 跑到中化来了呢 这说明董立扬 跟那个所谓的朋友 关系还非同一般 而且这病 应该是不大好治 这可就把曾义给搞糊涂了 老董啊 你这到底在搞什么花样啊 董立扬还是没有说 到底是什么人 要找曾义看病 病的情况又怎么样 当欠找人 你就明白了 不过呀 在这之前 怕是得先见见冲化石的领导 董立扬不管到哪 只要他一露面 当地政府的领导 肯定都是要跟他见上一面的 曾义只能无奈的摇了摇头 也不打算问董立扬 究竟是怎么回事 就像董立扬说的 见到人不就清楚了吗 而这事呢 还由不得曾义推辞 毕竟跟着董立扬认识多年 交情在那摆着 董立扬既然开了口 那这个忙就必须得帮 在楼上坐了没有多长时间 董立扬口中所说的中华市领导就来了 最先露面的就是庞东海 庞东海直接到了市公安局 当面向董立扬的慷慨表示了感谢 身为政法委书记 庞东海的这个举动完全是合情合理的 谁都挑不出理来 只是庞东海上来跟董立扬坐了一会儿后 脸色可就不那么好看了 他发现中华市公安局的其他班子成员 或坐或站都位于增益身后 半点不敢逾越 要在以前 只要庞东海在场 那这些人就会簇拥在庞东海的前后左右 而眼前这个现象 只能说明庞东海已经失去了 对中华市局的掌控 他的脸色又岂能好看呢 环顾一周 也没有看到陈立武 庞东海的心里就更加不高兴了 平时市公安局有个什么风吹草动 身为政治部主任的陈立武 必然会向自己汇报的 而今天 董立扬过来这么重要的事情 陈立武竟然没有汇报 自己还是从别人那儿得到消息的 可惜啊 这回可是庞东海错怪陈立武了 这个时候陈立武肯定很想联系庞东海呀 无奈是身不由己 无法判道了 今天的会议实在是令人震撼 本来呢 大伙就还没回过神来 再加上董立扬政策的事情 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别的人想起来 要去告诉庞东海一生 关于陈立武的事情呢 很快 不方便亲自到市公安局来的领导 也都派了人过来 热情邀请董立扬过去 董立扬推托不过 就跟着曾毅到市里走了一趟 分别去见了张卫正和赵真吉 又吃了顿饭 至于其他的中华市领导 董立扬就没有必要再去见了 他也没兴趣去见 即便是如此 从市里回来 那也已经是天黑了 董立扬把曾毅请到自己的车上 很是抱歉的说道 曾局长啊 还得辛苦你走一趟啊 我那那个朋友还等着呢 曾毅笑着点头 行啊 走吧 董立扬到现在也没说清楚 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听他吩咐一声 司机便驾车 往中华市的市郊而去 在市郊的一栋别墅楼顶天台 曾毅不由问道 老董啊 你这葫芦里 到底是卖的什么药啊 来这之前 董立扬说是 自个儿的朋友已经在等着了 结果却是来了半个多小时 这茶都喝了两壶 董立扬那位朋友 却还没露面 董立扬也有些不好意思了 马上到 马上到 我已经打过电话催了 说是马上就到 请曾局长再稍等片刻 曾毅无奈的直摇头 以前董立扬可是从来都不办这种不靠谱的事啊 今天明显有些奇怪 也不知道他所说的这位朋友到底是什么人 董立扬又去汽了一壶新茶 给曾毅倒上一杯 又说道 曾局长啊 你再尝尝这个茶 这可是一个对茶道十分精通的朋友 亲手炒制的 味道还不错 曾毅摆摆手 行了不喝了 我这一肚子的水啊 今天已经实在喝不下了 董立扬轻轻一跺脚 面色有些焦急 大概也是埋怨自己这个朋友说话没个准 自己把曾毅都请来了 而他却迟迟不到 天底下哪有这样看大夫的 何况还是把曾毅这样的大神医请到了 正在埋怨的时候 楼下传来一阵低沉的汽车发动机的轰鸣声 一辆红色跑车驶了过来 车子停稳 从里面下来一个红衣女子 身材是曼妙挺拔 可下车以后 这红衣女郎并没有着急上楼 而是从小胯包里掏出一面镜子 对着楼下的灯光细细的照了起来 曾毅不由 微微皱了皱眉 倒不是因为对方磨蹭 而是没想到 董立扬所说的这个朋友 居然是个年轻女郎 再加上董立扬今天的这反常的举动 曾毅很容易就能猜到 董立扬和这年轻姑娘之间 怕是有着不可视人的关系 董立扬就说 人到了 说着他站起身来 冲着楼下挥了挥手 不过呢 那姑娘好像是只顾看镜子 没瞧到董立扬的挥手 就见他站在那儿照了好半天 这才收起小镜子 然后踩着细细的高跟鞋 登登登的走进了楼里 董立扬又说了一句 我到下面去接一下 然后八角就下了天台 去赢那位红衣女郎了 过了有两分钟 董立扬带着那姑娘上来了 就听她哈哈笑着 来来来 菲菲啊 赶快来见过曾局长 曾毅就站起身来 冲对方微微点头示意 算是打了个招呼 那红衣女郎走过来伸出手 柔声说道 曾局长你好 我常听董总提起你 说你是个年轻有为的大干部 近日一见 果然跟董总讲的一样 曾毅只是跟他浅浅的一握 就收回了手 淡淡地说道 董总过誉了 握完了手 曾毅也没有看清楚 对方的长相 就在上楼的功夫里 这红衣女郎的鼻梁上 已经添了一副大大的墨镜 刚才打招呼的时候 也不肯摘下来 这让曾毅觉得有些不舒服 初次见面 对方就拿墨镜 遮住自己的真容 这个行为 说浅了是不礼貌 说深了 那就是没把别人放在眼里 董立阳当然也觉察到了 曾毅的不快 赶紧出来打了个圆场 这里风大 我们到楼下去谈吧 曾毅点了点头 不管这个红衣女郎什么做派 自己跟董立阳的交情可摆在这儿啊 回到楼下大客厅坐下 那红衣女郎却远远地落在了后面 她顺着墙根慢慢地磨蹭着 把脸上的墨镜往下稍稍推了一点 然后又拿出小镜子仔细地瞅着 也不知道她脸上到底有什么东西 需要这么频繁地去看 董立阳不由催促了一句 菲菲赶紧过来 这次的语气倒是严峻了一些 红衣女郎这才收起小镜子 又把墨镜戴好 来到了大客厅里 就听她说的 董总你给我请的神医呢 董立阳就说道 难怪你的眼睛会出问题 这神医可不是远在天边 近在眼前吗 那红衣女郎先是一愣 飞机有些吃惊 又看着增衣的一身警服 增 增局长不是警察吗 董立阳笑了笑又说 公安局长就不能会议说吗 快让增局长给你瞧瞧眼睛 有增局长这位大国手出马 你的眼睛啊 两三天之内专跑就好 要知道 可不是随随便便什么人 都能让增局长给看病呢 曾义只是摆了摆手 心想 自己连对方的眼睛 到底是什么情况都不知道 哪能保证两三天就好啊 万一情况严重 甭说两三天 就是两三个月 也说不定难以见好呢 红衣女郎就来到了增衣跟前 那增局长可就拜托你了 赶紧让我的眼睛好起来吧 我现在这个样子 根本就没法出去见人了 增衣微微一点头 我先看看情况 老董都开了口 我肯定会尽力的 董立阳在一旁又说道 还不赶紧把墨镜摘了 大晚上的戴个墨镜 想什么话 这红衣女郎倒是没在说什么 犹豫了一下 把墨镜摘了下来 然后又嘟难道 曾经长你看 我这个样子都丑死了 曾义眉头猥琐 有点不明白 这红衣女郎的话 从何而来 因为对方摘下墨镜以后 根本看不出哪里丑 反倒是漂亮的令人惊艳 生就了一张 天雕地灼的面孔 五官又极其精致 就这么近距离的看 也没挑出任何瑕疵啊 可再往对方的眼睛上细看 曾义就发现 这红衣女郎的眼珠子是红肿的 不过除此之外 便再也看不出什么别的问题了 曾义就说道 说一说情况吧 是啊 仅凭看 确实是看不出有什么大问题 董立阳就解释道 他这个眼睛呢 已经红了有很长一段时间了 大概得有两个月了吧 这期间中医西医都看了 请的全是专家 内服外用的药也换了好几样 可惜啊 都没有效果 要不是这样 我也轻易不敢麻烦你呀 曾义就有些纳闷 自己这双眼睛不敢说是火眼金睛 至少还是有几分水平的 这个姑娘的眼睛 真要是有什么大问题 自己绝不应该看不出来 可是已经仔仔细细瞧了两遍 对方确实没有什么大问题 眼珠子发红 只是因为上火引起的 这么个小毛病 吃点下火的药就能见好 街上随便一个小诊所的大夫都能治 而董立阳却兴师动众跑到中化来请自己治 这未免有点小题大做了吧 为了谨慎其见 曾义又问了问对方 眼睛发红前后的一些细节情况 免得有什么地方疏漏了 结果把能想到的情况都问了一遍 曾义也没有什么发现 最后曾义只能给对方把了个脉 仔细整了有两分钟 曾义收了脉 坐在那里思索 董立阳就问道 曾局长 你看这个情况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呀 不难治吧 曾义微微摇了摇头 这有什么难治的 就是个上火 董立阳也真是太离谱了 曾义就说 这倒是不难治 就是这话没说完 曾义就看到那红衣女郎已经坐在那里 翻出了小镜子 对着自己的眼睛又照了起来 这说了半截的话 曾义就打住了 他原本是要说 就是个上火 没什么大毛病 董立阳见曾义停下话头 心里不由一紧 看出什么 曾局长就说什么呀 曾义突然换了个话题问道 忘了问一句 飞飞是做什么工作的 那红衣女郎挪开了镜子 像是看怪物一样看着曾义 似乎对曾义没有认出自己是谁 感到十分惊讶 董立阳就解释了一下 他是做演员的 拍过几部片子 入行倒是没有多久 曾义呕了一声 董立阳这么一讲 他倒确实想起来了 自己还真见过这个红衣女郎 曾义就笑道 难怪我觉得有点眼熟啊 我们市局对面百货大楼上 那幅巨大的广告海报 好像用的就是飞飞的照片 这个叫飞飞的姑娘追问道 是珠宝广告吗 说这话的时候面有得色 做明星的最怕别人认不出自己 可走在外面却又遮得严严实实 生怕别人把自己认出来 曾义点了点头 好像是 这飞飞又补充道 那可是个国际大品牌 我去做代言 还是董总给介绍的 董立阳侧眼看了他一眼 示意他少说话 他最清楚曾义的性子 曾义根本就不是会追星的人呢 他对这些是完全不感兴趣的 甭说你是个明星 你就是东江省的大领导 曾义也照样不敢冒啊 这个时候 却见曾义连连叹息 面露惋惜之色 哎 可惜了 可惜了呀 这飞飞当时就愣住了 不知道 曾义这句可惜是从何而来 是说自己代言那个珠宝品牌 可惜了呢 还是那家珠宝品牌 找自己代言可惜了呀 董立阳倒是个明白人 知道曾义说的根本就不是代言的事 他就问道 怎么情况不太好 曾义微微摇头 面色十分严肃 看着董立阳说 飞飞的眼睛倒是个小问题 不太难治 吃两天药就能好 我可惜的是 飞飞今后可能再也接不到代言 也做不成明星了 实在是令人感到惋惜啊 这飞飞一下子就站了起来 那翘眼睛怒视着曾义 为什么 我为什么做不成明星了 曾义已经是无语了 这董立阳平时如此精明 也有色令至昏的时候啊 董立阳也是很诧异 他不明白曾义这话是什么意思 曾经长啊 这话从何说起啊 飞飞入行的时间并不长 今后发展潜力还是很大呀 曾义淡淡的说道 商家和大众 好像都不太可能接受一位 瘫痪了的明星吧 董立阳大惊 只是个眼珠子发红 怎么就能严重到会瘫痪呢 当下他的表情也凝重了几分 沉声问道 曾局长 情况真有这么严重 飞飞此时倒是回过神来了 她无法接受曾义的论断 你胡说 我好端端的 怎么会瘫痪 我上个月才刚刚做了体检 根本就没有任何问题 你这个用 飞飞刚说到这儿 董立阳大喝一声 闭嘴 就把这姑娘给制止了 要不然曾义就要被骂做是庸医了 这飞飞翘目原真 还准备再说两句 被董立阳狠狠的给瞪了回去 别人的话可以不信 可曾义的本事 董立阳是知道的 那医术之经 几乎已经到了 一语断生死的地步 再加上自己跟曾义的关系 曾义断然不会拿这种事情开玩笑的 董立阳使了个眼色 示意这飞飞到旁边坐着 然后他看着曾义说 曾局长啊 飞飞他年纪小 不懂事 说话要是有什么不周到的地方 你千万别放在心上啊 我这里给你赔罪了 曾义摆摆手 老董 你跟我又不是第一天才认识 想多了 董立阳这才放下心来 曾义的医术 不敢说是大国手 至少也是当事神医 就是中央的大首长 也没有人说曾义是拥医啊 今天病还没看呢 就被一个小女娃骂作是拥医 这实在是有点太过分了 董立阳怕曾义心里会有想法 看病是小事情 可要是因为此事得罪了曾义 那可就是大事情了 好在曾义根本就没往心里去 刚才这话里的意思很明白 咱们这么多年的交情放在这儿 怎么可能会因为这点小事就生气呢 董立阳又回到刚才的问题上 那飞飞的情况真有那么严重吗 曾义神情凝重的点了点头 是啊 如果不进行治疗的话 或许瘫痪都不是最严重的情况 董立阳就更加吃惊了 如果瘫痪都不算是最严重的 那什么才算是最严重啊 那看来飞飞的问题 真是已经非常严重了 那个飞飞就坐在不远处的沙发上 依旧是怒目而视 他觉得曾义根本就是在诅咒自己 董立阳看着曾义赶紧说道 曾局长啊 你想想办法吧 要是连你都没有办法 那别人可就更没办法了 曾义点了点头 然后看向飞飞说道 我先扎上两针 看看情况如何 然后再决定如何治疗 这姑娘很不情愿 换了别人 如果平白无故的被人说自个儿要瘫痪 甭说是不愿意配合了 搞不好都能当场吵起来 董立阳赶紧答应下来 你是大神医 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然后他回身瞪着那个飞飞 你还不赶紧谢谢曾局长 今天遇到曾局长 那是你的福气 换了是别人呐 就是那八台大教去请曾局长 曾局长也不一定会出手的 曾义倒是白手说道 无妨 飞飞有点情绪 那也是可以理解的 这种事如果落在自己头上 肯定也是一时难以接受 董立阳瞪了半天 那飞飞才磨磨蹭蹭的过来 还是一脸的不情不愿 曾义淡淡一笑 然后从手指上抽出金针 我今天没带行一箱 就用这根金针吧 这个飞飞 看到曾义的金针 眼前倒是围着一亮 随即又看了看董立阳 那眼神里的意思 分明就是让董立阳 也给自己弄一个这样的手势来 这倒是十分别致 董立阳没理会这丫头的眼神 只等着曾义开始动手 曾义拿起金针 一下抖直了 对飞飞说道 我得这根针扎下去 如果有什么反应 就告诉我 这飞飞不情不愿地 应了一声 坐在那里 纹丝不动 曾义淡淡说 眼睛长期发红 只是你这个病的初期征兆 我现在就从眼睛这里扎一针 让你先了解一下 自己身体的实际情况 说着手抬真起 没等这姑娘再有什么回应 真已经从对方的眼角处扎了进去 董立阳的心蹭的一下就抽起来了 这一下扎进去 那还不得把眼睛给扎破了呀 那姑娘也是先给吓了一跳 想动又不敢动 等了几秒钟 发现眼睛一点感觉都没有 便有些镇定下来了 冷声说道 没有一点感觉 曾义又淡淡地说道 别着急 说着整根金针还在继续往里进 长篇小说首席医官 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董立阳把曾义请来给自己的情人菲菲看病 虽然看上去这菲菲只是眼睛发红 但曾义却把病情说得非常严重 曾义拿自己的金针从菲菲的眼角处就扎了进去 一开始 菲菲也是给吓了一跳 想动又不敢动 等了几秒钟发现眼睛一点感觉都没有 便有些镇定下来 没有一点感觉 曾义淡淡地说 别着急 说话的时候那根金针继续往里进 这个时候董立阳的心可就不是抽了 而是整个就凝固起来了 他眼睁睁地看着曾义那根近持许长的金针 一寸一寸地扎了进去 扎眼间就进去了一半啊 董立阳不是没见过针灸 可没见过曾义这样的 这么长的针从眼睛里扎进去 不得把脑袋给扎穿了 这下董立阳不由紧张地问道 有什么感觉 这个菲菲似乎也有点吓傻的意思 这金针就是在自己的眼睛旁一寸一寸地进去的 他自己也能够看得到 针进去了这么长 这姑娘吓得一动都不敢动了 甚至都不敢呼吸了 那张脸也绑得紧紧的 董立阳在旁边问他 他都没有听到 全部的心色都在那根金针上 再往里进了一寸 曾义停了下来 两根手指轻轻碾提了两下 然后手掌照在针尾处 像是在感觉什么 过了一会儿 曾义问道 现在应该有感觉了吧 菲菲一脸紧张 没 没有感觉 曾义问道 不是真的感觉 是身体别的部位 腿麻不麻 菲菲感觉了一下 腿也没有感觉 曾义就侧脸看向董立阳 老董啊 你掐一下 董立阳点了点头 伸手便在菲菲的小腿处 轻轻掐了一下 问道 麻不麻 这菲菲的眼睛一下子瞪大了 有些惊慌 你 你再使点劲 董立阳一看这反应 就知道出问题了 手上又加了几分力气 问道 这次呢 这菲菲声音都发颤了 你 你再使点劲 因为她根本就感觉不到自己的小腿了 董立阳掐了两次 她完全没有感觉 董立阳这次就狠狠地掐了一下 肉眼都能看到她的腿被掐得鼓起一个肉疙瘩 菲菲脸色变了 老 董 董总 我的腿没有知觉了 声音不由已经带上了哭腔 我是不是真的要瘫痪了 董立阳赶紧安慰着 不会 不会 这不是有曾局长在这吗 不管是什么病 到了曾局长这都不是病 你放心好了 这菲菲的眼泪就有些止不住了 甚至身体都开始抽动 我不想瘫痪 我才刚刚出名 我还接了两部戏 没有拍呢 董立阳也顾不上再安慰他了 对曾毅说道 曾局长啊 你可得想一想办法呀 我知道 这难不住你啊 曾毅沉着脸点了点头 我再扎一针 我再扎一针 看看情况到底严重到了什么程度 说着 曾毅提着金针轻轻撵着 不到几秒钟就把金针取了出来 随即抬起菲菲的右胳膊 在胳膊上又湿了一针 和刚才那一针不同 这一针刚扎进去 菲菲就喊了起来 冷冷 东立阳赶紧问 哪冷啊 菲菲指着自己的腿 腿冷 非常冷 话没说完呢 人已经先打了几个寒颤 曾毅就说 稍微忍耐片刻 他继续行着针 菲菲的寒颤就打个不停 像是进到了冷风地里一样 三分钟以后 曾毅取出针 问道 现在感觉如何 菲菲停止了打寒颤 仔细感觉了一下自己的两条腿 好像还是有点冷 曾毅把金针一圈一圈往手上绕着 就随口问道 冷到哪个位置 到脚腕还是到膝盖 菲菲就说 好像就是脚冷 脚腕以上的部位 似乎不冷了 曾毅的金针已经恢复原状 又变成了一朵梅花戒指 听了菲菲的话 她说道 剑动人你听说过吧 你的情况还不算是最严重的 只是脚踝一下感觉冷 如果冷感到了膝盖以上 那就无药可医了 这菲菲此时已经不敢不相信曾毅的话了 那能治好吗 曾毅两手往身后一背 现在还不能确定 我刚才扎的那两针 已经把这冷感暂时封在脚步了 后面再吃点药 如果吃药之后冷感消失了 那就是剑好了 如果冷感不消失 或者是出现扩散迹象 那就比较棘手了 菲菲一听 眼泪又要开始掉下来 听着董立扬说 董总 你得帮我呀 董立扬也是有些头大 帮 肯定帮 你呀先别哭了 这不是有曾剧长这位大神医在吗 先到楼下去休息一会儿 我跟曾剧长上了一下治疗的事情 这菲菲只好站起来 而起身的时候 也是先轻轻迈了两步 感觉了一下 才小心翼翼的下楼去了 等她消失在楼梯口 董立扬就回身看着曾毅 曾剧长啊 情况到底如何 这有那么严重吗 曾毅斜眼瞥了一下 发现菲菲走的时候 竟然把那面小镜子 落在了沙发上 他便伸手拾了起来 笑了一声说道 骗他的 董立扬瞪大了眼睛 像是看着怪物一般看着曾毅 认识曾毅这么久了 还没见过 他会开这么无聊的玩笑 那边都已经吓得魂不附体了呀 曾毅甩来甩手上的小镜子说道 知道他的眼睛为什么好不了吗 问题就出在这面镜子上 董立扬接过那面镜子 拿在手里前后反正仔仔细细看了好几遍 也没有看出有任何异常 这就是一面普通的镜子嘛 不过是贴了个奢侈品的商标罢了 怎么可能会把人的眼睛照得两个月红肿呢 董立扬半信半疑 曾局长 这面镜子究竟有什么问题呀 曾毅就笑道 镜子便是人心 是有魔力的 董立扬捏着手里的镜子 一脸的惊诧莫名 镜子是有魔力的 七个小矮人和白雪公主 这到底是曾毅在说胡话呢 还是自己在做梦呢 怎么觉得如此不真实啊 曾毅示意董立扬坐下说话 他稍稍侧过身去 靠着沙发的扶手笑着问道 老董啊 你在镜子里看到了什么呀 董立扬照了照镜子 就是我这张肥脸呢 曾毅又问道 那你可知道 菲菲在镜子里看到了什么吗 董立扬有点明白 可又还不太明白 疑惑地问道 他看到了什么 曾毅笑呵呵地捧起茶杯 看到的是更大的名气 更多的代言 看到了人生的未来 你老懂这张脸 那就是一张脸 而菲菲的脸 可不仅仅是一张脸呢 董立扬啊了一声 算是彻底明白过来了 是啊 菲菲是靠长相吃饭的 那张天地雕琢的脸 就是他最大的资本 而他董立扬的脸 不过是叫人记得罢了 不会为他带来一毛钱的额外收益 董立扬还是问道 那这跟他眼睛红肿好不了 有什么关系啊 曾毅笑地解释道 眼睛红肿的原因就是上火 小毛病而已 终于上讲 心为火 意念为火 难道你没有注意到吗 菲菲对于她那张脸呢 非常在意 只要有一丁点空 就会拿起镜子 看看自己的眼睛 红肿有没有消 你的意在哪 意念就在哪 如此在意自己的眼睛 这火又如何能下得去啊 就是吃再多的药 也是没用的 让曾毅这么一点 董立扬恍然大悟 他这才想起 菲菲果然是 只要一抓到机会 就拿起镜子照来照去 注意力始终是在 自己那双红肿的眼睛上 每天照镜子 没有一百次 也得有九十九次啊 难怪曾毅 要说菲菲会瘫痪 又搞出个脚冷来 这不就是让菲菲的注意力 从眼睛转移到脚上吗 眼睛红 不过是看起来不太漂亮 可瘫痪 那可就是大事咯 这是要引火下行啊 这火下去了 这眼睛不就自然好了吗 哎呀 这曾毅果然是有一套啊 董立扬虽然想明白了 可还是有些不放心 就是这个原因 困扰自己两个多月的头疼事 原来就是因为这么一个细节造成的 这见曾毅微微摇了摇头 除了镜子 也跟你老董 有点关系 董立扬很是意外 他的眼睛好不了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曾毅轻描淡写的说道 这刚一出道 这刚一出道 就有你老董这样的大金主捧着 换了是谁 都难免会心交气盛 如此一来 只要有一件事不顺心 想不上火都难 董立扬仔细一回想 发现还真是如此 好像就是 菲菲想在一部戏里头当女一号 自己答应了去帮忙 结果后来一忙给忘了 等再想起来的时候 那部戏的女一号已经定了 而紧接着第二天 菲菲的眼睛就红了 如果是别的医生这么说 董立扬也就听听罢了 可曾毅提这个事 那就不单单是提这件事情本身了 而是对董立扬有所暗示 董立扬心里明白得很 他长叹一声 哎 曾局长啊 你说我老董 到了今天这个地步 这个岁数 还有什么事情是值得追求的 也就那么回事了吧 菲菲这个人呢 其实没什么心机 曾毅见董立扬明白自己的意思 也就不再多说 对于董立扬这样的人来说 该做什么 不该做什么 他比什么人都清楚 曾毅不过是出于情意 旁敲侧击的提醒一下罢了 曾毅拍拍扶手 站起身来 好 时间不早 我就先回去了 对了 你那位朋友炒的这个茶 味道还真不错 董立扬呵呵笑了两声 那明天我给你送过去 顺便还要取一些治疗脚步发冷的特效药 曾毅笑了笑 便迈步朝楼下走去 董立扬跟在后面 一直目送着车子消失了踪影 这才转过身 进楼的时候随即又换上了一脸的凝重 和忧心忡忡的神色 咱们放下非非赞解不表 再说曾毅 在完成了对中华市局中层干部的人事调整之后 曾毅召开了上任以来的第一次工作会议 他把中华市局今后一段时间的工作重点 放在了对市民财产安全影响极大的 两抢一道问题上 曾毅在会场上说 花三个月的时间 打一场攻坚战 将两抢一道的发案率 降低八成 彻底扭转我市的治安状况 两抢一道 是治安工作的固有顽疾 花费力气最大 收效却很小 凭以往的经验 即便是通过一场运动式的打击 来暂时降低发案率 可运动结束以后又会很快反弹 能够把发案率降低一成或者是两成 都算是成绩卓著 降低八成 根本就是天方夜谭 可曾毅在台上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下面的人却没有丝毫的质疑 谁都不敢把曾毅这句话 当作是新冠上任所放出的那种 不用兑现的好言壮语 上任一个月 就发动一场大突袭 成功对全市的治安系统进行了大清洗 一次处理的警察干部 比中华市局这十年二十年处理的 加起来还要多 现在还有谁敢小觑 这位新任局长的能力和魄力呢 不管曾毅说什么 下面的人都会当作一件天大的事情来办 会议结束以后 市局连发了几份通知 将行动方案部署到具体的单位和个人 第二天 中华市市民在上班的路上就发现 路过的几乎每个路口都有全副武装的特警上街在执勤 配合民警 交警 对路过的一些可疑的三轮两轮摩托车进行检查 而越是人烟税少 路灯不全的路口 检查就越严格 等下班回家 市民们又发现 在自己居住的小区门口 突然多了一个治安港 由遍区的民警 配合熟悉小区情况的保安 进行24小时执勤 梳理外来的陌生人员 就连在外面的大马路上 巡逻警车的流动频率也比平时加大了不少 而接下来的几周里 中华市老百姓经常能够在半夜听到警笛大作 等隔天看新闻 发现是警方采取突袭行动 又把某个入室盗窃团伙 或者是飞车抢劫团伙包了饺子 随着时间推移 这种大半夜警笛大作的动静越来越少 到了后期就基本听不到了 警方的突袭行动少了 可中华市的老百姓能够切实感受到身边的治安环境越来越好 安全感越来越强 一往上街 十回总有那么一回能够碰到小偷小末的 而现在小偷基本上在中华市已经绝迹了 就算是有 小偷一出手也会被人群起而攻之 打的是落花流水 碰到曾毅这么一个不按照常理出牌的公安局长 中华市的小偷算是倒了大霉了 以前的游戏规则 那是猫抓老鼠警察抓小偷 只是警察人再多 也不可能盯着中华市的每一位市民呢 也不可能贴身保护每一位市民的财产不被小偷光顾啊 小偷们只要躲过警察就算是成功了 可现在的规则变了 警察不抓小偷了 小偷呢也不用躲着警察了 可小偷得躲着身边的每一个人 以前是老百姓防贼 现在是贼得防着老百姓 因为这贼也不知道哪个人会随时抱起 然后就把自己狂殴一顿 而且打了呢 还白打 挨了打的小偷到派出所报案 警察一听是小偷被打都不受理 等一出门呢 这家伙又会被一群人莫名其妙的围起来狂揍 时候异常 小偷们在中华市可就混不下去了 包括那些飞车夺包 入室行窃的 在如此高强度的打压下 他们根本就不敢出手 可连续三个月不开张 他们不离开中华 就得饿死 要说这一段时间 受酒在行动中确实是出了大力 像他这样的地头蛇 有着警察所没有的消息渠道 中华市几个比较猖獗的小偷团伙 很轻易就被受酒摸清楚了底细 随即警察突袭 这些家伙都给一锅端了 剩下的小毛贼们 作案地点非常固定 受酒的人是整天都撒出去 别的事不干 专门就干一件事 碰见了小偷就打 打完了往城外一扔 要是让受酒的人第二次再碰到你 那可就不是只打一顿那么简单了 甚至可能会断胳膊断手 这小偷们在撤出中华市之前 终于想明白了一件事 哎 干小偷这行最怕的不是警察呀 而是那些吃饱了饭 没事干的地痞流氓 正如增议在全局工作大会上所承诺的三个月的集中整顿结束 中华市治安状况彻底扭转 两抢一道发案率 降低远远不止八成 这天下午政府会议结束 市长张卫正把增议给留了下来 让他到自己的办公室去聊聊天 张卫正性质非常好 笑得很是欣慰 增议同志啊 这段时间市里的治安状况大为好转 我可是已经不止一次听人提起 说我们中华市 现在就算不是路不时宜也不庇护 可也已经为其不远了 事实证明 增议同志在搞治安工作方面也是很有一套的 当初市里决定让你来主持治安工作也是正确的 增议谦虚地笑了笑 没有市里的权力支持 就没有我们今天的成绩 张卫正微微点着头 淡淡地笑着 这三个月来中华市治安状况的变化 着实是出乎他的意料 当初增议担任中华市公安局局长 所有人都不看好 至少是持怀疑态度 这其中也包括他张卫正本人 可谁也没有料到 增议还真就是一块干什么就像什么的料 干县长风庆县经济一年就翻番 干农委 彻底解决了解杆焚烧的难题 解决了西红柿滞销的问题 还首创了农产品交易所 现在干警察 又把治安系统的顽疾给解决了 这不由让张卫正想起了家通市市长何思贤的那句话 何思贤曾说 曾义是本领通天的孙猴子 有着七十二般变化 张卫正往沙发扶手上靠了靠 换了一个更加舒服的姿势 颇有兴趣的问道 那关于下一阶段工作 你有什么想法呀 中华市的治安工作搞好了 对于张卫正这位大市长来说 是件大好事 市民满意 投资商也满意 中华市的发展前景肯定会更好 所以张卫正今天特意留下增益 就是为的这个 昨天市里谈下了一笔很大的外资项目 在签订投资协议的仪式上 那位投资商对张卫正说了 说他这次总共考察了东江省的四五个城市 最后之所以决定投在中华市 是因为他们私底下做了一个调查 发现中华市民对市里的治安状况最为满意 安全感也最强 这是促成投资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曾毅想了一下说道 下一步我们将根据市里每个片区的实际治安情况 结合片区内的人口流动 企业数量 经济繁华程度 实行治安等级制度 共分为绿 蓝 黄 红 黑 五个等级 然后根据等级来制定宽紧不一的治安措施 黑色等级的治安措施和手段最强 投入的警力也最多 绿色等级稍微宽松 通过等级制度 我们要达到合理调整配置警力资源的目的 确保在人民群众需要的时候 警察可以在第一时间为群众提供保护 张卫正眼前一亮 哎呀 以前那么多人的公安局长 怎么就想不到这个办法呢 时代在进步 以前那种根据行政片区设立派出所的老方法 确实已经有些过时了 跟不上时代发展的需要 在一些片区 大量的警力属于闲置浪费 而在另外一些片区 警力却严重不足 而实行等级制度 合理分配警力 进行宽谨不一的治安措施 就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 最重要的是 这里面还有一个非常科学的讲成制度 按照现在的各地普遍实行的办法 公安局对下辖的派出所实行的是 莫为惩罚制度 凡是业务连续排在老莫的派出所 所长就会被撤职 这个方法看起来不错 其实很不科学 比如 所有的派出所都做得很差 可只处理最后一个 就等于是保护了其他人 反过来 所有的派出所都做得很好 处理最后一个 岂不是很无辜吗 于是很多地方到了统计业务的时候 就出现了小案大半拉人头凑业绩的事情 明明就是个打架斗殴的小案子 最后居然能办成一个蓄意伤害 而增议的方法就很好 治安工作搞得好不好 一目了然 绿的肯定就是好的 黑的肯定是没搞好 黑色等级变成了红色 那就说明你干出了成绩 而保住绿色等级 同样也是干出了成绩 如果连续几个业绩期都是黑色 那肯定是没干好 受罚也不冤枉 这样的办法 让治安工作回到了正轨上 各个片区警务负责人的工作目的 是做好治安工作 提升治安等级 而不是凑业无量 长篇小说首席医官 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请听长篇小说首席医官 原著谢荣鹏 演播阿陈 曾毅向市长张卫正 汇报了自己准备实行的 治安等级制度 共分为绿、蓝、红、黄、黑 这五个等级 然后根据等级来制定 宽紧不一的治安措施 黑色等级的治安措施和手段最强 投入的警力也最多 而绿色等级的则要相应的宽松许多 通过等级制度合理调整配置 警力资源 并且能够在人民群众需要的时候 第一时间提供保护 这就和传统的根据行政片区 设立派出所的老方法有所不同 除了警力分配的更合理 在讲诚制度上也非常科学 一般所实行的末位惩罚制度 其实却是有其很大的弊端 现在这个方法就很好 治安工作搞得好不好一目了然 绿的肯定就是好的 黑的肯定是没搞好 黑色等级变成了红色等级 那说明你干出了成绩 而你保持住绿色等级 同样也是干出了成绩 如果你连续几个业绩周期都是黑色 那肯定就是没干好 受罚也不冤枉 张卫正连连点头 在心里也不得不佩服 这个曾毅确实是个有办法 有智慧的干部啊 曾毅见张卫正今天性质很好 斟酌了片刻又说道 张市长 我还有一个想法 就是不知道合适不合适讲 张卫正拿手指连连点着沙发扶手 讲讲讲讲 有什么话 曾毅同志直观讲便是了 曾毅就说 治安工作要搞好 不仅需要管 更需要引导 治安工作的目的 也是为了提高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 维持文明秩序 为此我们打算在下一阶段 对市里一些治安公共设施 进行改造升级 比如在一些特定场所的道路路面 喷会车让人标志 并且对抢行车辆司机 进行罚款罚分 比如在公交站台 设立抢行排队的栏杆等等 张卫正一边听一边点头 他有点明白曾毅的意思了 要搞这些 仅靠公安的一个系统是搞不起来的 还需要其他系统的配合 当然也需要投入一笔财政资金 张卫正很痛快的就答应下来 你们尽管放手去做 这件事啊很有意义 市里会全力支持 一些程序和资金上的难题 市里肯定会协调解决 曾毅在市公安局已经站稳了脚跟 张卫正也需要曾毅 能够向自己这边靠拢一些 谢谢张市长 曾毅道了一声谢 然后接着就说出了一句 令张卫正非常意外的话 就听他说道 如果市里支持力度大 相信我们中华市 很快就可以达到文明城市的标准了 张卫正神色一致 这下可真是被曾毅的想法和格局给惊着了 要申请文明城市这个荣誉称号 张卫正不是没有想过 但也仅仅是想想而已 以前在蒋红主持公安工作的时候 市里麻烦不断 张卫正光四处灭火 就已经是焦头烂额了 哪敢还奢望什么文明城市啊 但这可不意味着 张卫正他不想 只要拿下文明城市这个荣誉称号 那中华市的形象提升 可不是一丝半点啊 要知道全国范围内的文明城市 也就那么几个而已 如果中华市拿下这个荣誉称号 在软实力这一块 就会把省内所有的兄弟弟士 甩开好几条大界 同时 这对张卫正这位大市长来说 也是一笔丰厚无比的政绩 中华市的治安情况扭转 这还没喘一口气呢 曾毅就敢想这么大的事情 这种豪气和魄力 张卫正又岂能不惊呢 张卫正一脸严肃的说道 市里的支持力度 肯定是空前的 是啊 曾毅这话确实提醒了他 就是小打小闹 你也是需要协调 也是要大笔投入的 与其这样 还不如搞一把大的 曾毅露出淡淡的笑容 我们公安机关会坚确贯彻执行 市里的部署 张卫正的心 一下子可就热了起来 曾毅这不提不要紧 他这一提 张卫正的心里可就开始 翻江倒海 琢磨的全都是文明城市了 中华市已经是经济大事了 想在经济方面 继续有大幅度的突破 难度非常大 也不现实 而腾出手来 搞一搞精神文明建设 反倒是切实可行的一条捷径 张卫正 正要旁敲侧击的问一问 曾毅是不是有这方面的把握和门道 曾毅身上的电话却响了起来 曾毅赶紧说 张市长 不好意思 曾毅也起身准备告辞 他已经听出来了 是自己那部私人电话在响 一般这部电话响 那都有很重要的事 张卫正这时候还在信头上 不想放曾毅走 就说 你接嘛 就在这里接 没关系没关系的 曾毅只好掏出电话 一看竟然是罗刚勇打来的 果然是有点重要 当下他站起来往窗户边走了走 按下接听 低声说道 罗司令 您有事 这话已经是做了暗示的 表示自己现在不方便接电话 罗刚勇是什么人呢 相信他不会听不出来的 不过令曾毅意外的是 电话里传来 罗刚勇不容质疑和推脱的口气 曾毅 你马上到京城来一趟 要快 我已经派人去见你了 曾毅的心就提了起来 这肯定是出什么大事了呀 只是他一时想不到会是谁出了事情 因为不管是谁出了状况 也很难由罗刚勇来通知自己呀 比方说 要是翟老出了事 那打电话来的肯定是张杰雄 可现在罗刚勇这么没头没脑的来通知自己 到底是谁出了状况 不管谁出了情况 现在赶过去是最要紧的 曾毅就答应下来 好的 曾毅收起电话 对张卫正歉意的说道 张市长 我这边有个突发事情需要处理 非常紧急 您看 张卫正站起身来摆摆手 你去吧 虽然他很想现在就谈谈文明城市的事情 可也只能先放曾毅走了 因为他刚才听得很清楚 曾毅讲了罗司令这三个字 不管这位罗司令是谁 能够被称呼为司令的 都不会是小人物 曾毅赶紧匆匆告辞 前脚刚踏出张卫正办公室的门 还没来得及跟张市长秘书打招呼呢 兜里的另外一部电话也响了起来 拿起来一看 是王大志打来的 按下接听 就听王大志的大嗓门在吼叫 曾局长 罗司令已经跟你讲了吧 曾毅说道 讲了 他一边跟张卫正的秘书点头示意 一边脚下加快步伐 急匆匆的走了出去 就听王大志喊道 请你现在 马上赶往上回那座大仓库 直升飞机 二十分钟以后 会在那里等你 王大志那边的声音非常吵 估计他本人此时就在直升飞机上 曾毅就知道自己没有猜错 罗刚勇让王大志亲自过来接自己 这肯定是出了大状况 可曾毅还是想不到 究竟是谁出了状况 曾毅只能先赶紧接下来 好的 我马上到 二十分钟以后 曾毅赶到了郊外那座大仓库 刚刚停稳车子 一架绿色的直升飞机 也轰鸣着降落下来 飞机就降落在仓库外的大空场地上 并没有熄火 王大志抓着飞机舱门 朝曾毅直招手 那大嗓子还在喊着些什么 可是被飞机的轰鸣声给盖了下去 根本听不见 曾毅快走几步 过去一伸手 拽着王大志的手就跳上了飞机 脚刚挨着踏板 飞机就开始爬升了 曾毅问道 什么情况 王大志是连连摇头 我只负责过来接人 至于是什么情况 我也不知道 王大志说完看着曾毅 还一脸的怀疑 那意思是我还想问你是什么情况呢 罗司令要接的人是你 难道你都不清楚 曾毅也是摇头 面色很凝重 找我 估计都不是什么好事 王大志愣了愣 最后还是选择闭嘴不说话 转身过去盯着直升飞机的仪表盘 直升飞机朝云海的方向飞 四十分钟后 降落在云海市郊的那座军用机场 宽阔的跑道上 一架巨大的运输机正在等待起飞 王大志跑过去跟对方交涉几具 运输机的舱门再次打开 王大志跟曾毅匆匆道别 曾局长 我就送你到这了 见到罗司令 千万记得 待我转达问候 好 一定 曾毅也不耽搁 跟王大志一握手 就快步过去登上了运输机 刚上飞机不久 舱门便缓缓闭合 随即发出巨大的轰鸣 开始猛力向前滑动 随即 运输机载着满舱的货物 连带着曾毅 一起冲入了云霄 一个多小时以后 飞机降落在京城郊外的一座军用机场 舱门打开 曾毅发现 罗海涛就站在外面的袍道上 正在呼啸的寒风中跺着脚 罗海涛看到曾毅 精神为之一振 快步迎上来 曾毅哥 曾毅琢磨了一路 也没有想到出状况的人到底是谁 但应该不是什么真正的大人物 否则曾毅也就不会和满舱的货物一起过来 大运输机 这应该是罗刚勇动用私人关系联系到的顺风车 曾毅开口第一句就问起了罗海涛 海涛 到底是什么情况 罗海涛把曾毅手里的公文包接过来 曾毅哥 先上车吧 事情紧急 我们边走边讲 我家老爷子叫我过来接你 就是让我向你专门解释一下的 曾毅这回出来的非常匆忙 可以说是什么都没带 身上还穿着那身警服呢 唯一带来的就是一个公文包 还让罗海涛给抢了去 当下曾毅也不迟疑 跟着罗海涛就登上了旁边那辆挂着武警牌照的车子 车子驶出机场 随即拉响警笛 载着罗海涛和曾毅朝京城方向挤驰而去 在车上曾毅又问道 究竟是谁出了状况 罗海涛犹豫了一会儿咬咬牙 曾毅哥 我说了你可别激动 曾毅的眉心便锁了起来 对罗海涛这句话十分不解 这跟自己有什么关系呀 他就说 你说呀 罗海涛两只手使劲捏了捏才说 是 是我姑父 姑父 曾毅有些意外 他一时没联想起 罗海涛的姑父是谁 可再一想 突然脸色大变 你 你是说龙叔长 罗海涛重重点头 随即长叹一声 短来 不想让你知道的 可没办法 姑父的情况太严重 说不定这次就 罗海涛后面的话没有讲出来 但意思很明显 龙青泉这次是九死一生 曾毅的声音不由提高了起来 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这一路上想了各种可能 但唯独没有想到会是龙青泉 曾毅对龙青泉的身体状况 也是有个大概了解的 龙青泉的身体状况很好 岁数也不大 刚退下来的人 按理不会出什么状况 谁知这结果偏偏就是他 对于龙青泉 曾毅的心情是比较复杂的 他跟龙青泉打过交道 当时龙青泉把曾毅 在大院门口声声亮了三天 最后甚至还惊动了保卫处 曾毅绝对不喜欢龙青泉 甚至还有一丝厌恶和反感 但要说曾毅恨龙青泉 却也恨不起来 因为龙青泉是龙美心的父亲 这一点谁都改变不了 就听罗海涛解释的 三天前我姑父到外地去见一位老朋友 车子在高速公路上 对面行驶的一辆大卡车 突然爆胎 从隔离带冲了过来 然后直接就撞在了我姑父的车子上 司机当场就死了 我姑父受伤也非常严重 幸好当地交警看到车行的证件 知道姑父不是一般人 所以用最快的时间 把姑父送到了医院抢救 这才 曾毅追问道 现在情况如何 他没有心情知道原因 只想知道现在龙青泉是死是活 在高速公路上出了这样的状况 生还的希望非常渺茫 罗海涛的声音有些暗淡 闷着头说道 我姑父现在已经被转到清城医院了 情况很不好 这几天一直处于深度昏迷状态 医生说很有可能会导致脑死亡 曾毅的右手不由握成了一个拳头 曾毅自己就是学医的 很清楚脑死亡对一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严格来说 脑死亡就等于一个人已经死亡了 虽然还可以继续上循环机和呼吸机来维持住一个人生命特征的表象 但这已经毫无意义了 但这已经毫无意义了 因为人已经死了 只要这些仪器一摘掉 人就完了 就算不摘掉 人的肌肉组织也会缓慢的腐坏 曾毅追问道 确认了吗 确认一个人脑死亡就等于宣判一个人的死刑 所以有一套很严格的确认流程 罗海涛摇了摇头 我家老爷子坚持要把你请过来 看看还有没有挽救的希望 曾毅沉默良久 也是长叹一声 虽然希望渺茫 但他肯定会尽力去挽救龙青泉的生命 没有别的 只因为这是龙美心的父亲 曾毅是在心里为龙青泉感到一阵悲哀 龙青泉出了这么大的事 九死一生 来请自己的却不是龙家的人 而是罗刚勇 要知道龙青泉的二弟 那个怪病就是曾毅治好的 龙家的人不可能不清楚曾毅的医术 或许已经退休养贤的龙青泉 不值得龙家再大费周章 更何况对于龙家的人来说 请曾毅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 他们不愿意这样做 曾毅忧心的问道 这件事你美心姐知道吗 罗海涛再次摇头 我姑妈不让美心姐知道 说他现在还不能回来 曾毅的心里突然很烦躁 这种情绪实在是难以表述 有些生气也有些失望 可也有些欣慰 只是叫人觉得十分难受 憋得有些喘不过气 罗海涛坐在一旁 没有再吭声 他很理解曾毅的心情 心里头也是对龙家的人有些恨 否则罗海涛就不会特意告诉曾毅 是自家老爷子坚持要请曾毅过来的 车子到达京城医院 曾毅下车便向特需部的重症监护中心去了 对于这里的一切 曾毅非常熟悉 来到重症监护室外面 曾毅就看到了罗刚勇 罗刚勇一脸的凝重 就在过道的通风口那吸烟呢 看到曾毅 罗刚勇把烟头狠狠踩灭 冲曾毅微微一点头 我知道你会来的 曾毅只说了一句 我会尽力的 他接着又问 主治大夫是哪一位 我先了解一下情况 罗刚勇便朝旁边一个房间看去 啊 你先进去 推开房门 曾毅看到了龙美心的母亲 罗锦瑜 罗锦瑜憔悴了很多 也很疲惫 可依旧是一脸的坚毅 这个外表柔弱的女子 却真是那么的坚强 在罗锦瑜旁边的是京城医院的王副院长 曾毅也认识 罗锦瑜朝曾毅微微一点头 并没有任何多余的话 啊 你来了 曾毅也只是朝罗锦瑜 微微浅身致意 然后转向王副院长 王院长 龙书长的情况现在如何 王副院长一时倒是没认出曾毅来 可又觉得非常眼熟 疑惑的说 你是 曾毅一边说话 一边摘掉了自己的警帽 我是曾毅啊 哎呀 是曾毅啊 王副院长终于认出来了 他很热情的伸出手 哎呀 你穿上这身警服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我都快认不出来了 你不是在东江省当县长吗 曾毅赶紧说 这事以后再向您解释 我想先了解一下龙书长的情况 是啊 他现在哪有功夫跟王院长来解释 自己在东江的身份变化呀 王副院长就站起身来 好好好 然后打墙上摘下一个文件夹 哎 龙书长的情况啊 不是很好 不过曾毅你能来 或许还有转机啊 这是龙书长的治疗记录 你先看看 曾毅接过龙青泉的治疗记录 快速的翻看起来 罗锦鱼站在一旁 目光始终停留在曾毅身上 他似乎很想说点什么 可最后什么也没有讲 他知道什么也不必讲 王副院长看了看罗锦鱼 见罗锦鱼没有回避的意思 便硬着头皮对曾毅说道 龙书长的伤呢非常厉害 脑部以及多处器官都受到重创 这种程度的创伤 一般来说生还的概率就很低 幸亏及时送到医院进行了抢救 否则现在已经是最坏的结果了 不过呢 因为当地医院的水平确实有限 在抢救上也不够果断和专业 因此造成了一些二次伤害 特别是迟迟无法对破裂的肝脏进行缝补 导致了过度失血 这让情况更加难以控制 在转到我们京城医院以后 我们已经采取了二次手术 对于这些失误进行了弥补和纠正 可你也知道 二次手术对于伤势来说 肯定也会有一些不利影响啊 王副院长看着曾毅 对龙清泉的情况没有丝毫的遮掩和隐瞒 他知道曾毅是个大内行 龙清泉不做二次手术绝对撑不过去 可做了结果也是难以预料 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抉择 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 曾毅这个时候 也看完了龙清泉的治疗记录 心里头沉甸甸的 这种严重的外伤 要想增加生存概率 最关键的就是受到伤害后 八小时的抢救工作 如果前期的抢救耽误了 那生存的概率就几近于零 就算保住生命 也会给病人留下各种各样的遗憾 龙清泉的情况本来就很严峻 结果抢救工作还被耽搁了 这也不能责怪抢救不利 实在是发生事故的地方有些偏僻 当地实力最强的医院 也只是一家县级医院 而且他们已经拿出了最好的水平了 不然龙清泉根本都撑不到现在 更不可能有条件进行二次手术 可不管谁是谁非 现在摆在增益面前的 就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了 龙清泉的一只脚已经踏进鬼门关了 想要把他拽回来十分困难 这可不是一碗酸辣汤就能解决的事情 曾毅问道 现在到了什么地步 王副院长抿了抿嘴 最后非常严肃的说道 龙书长已经昏迷三天了 各项生命指标已经微乎其微 几乎全靠仪器和药物在维持 如果今天情况再没有任何好转的话 我们打算做脑死亡的确认 曾毅很清楚 王副院长这话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已经给罗锦鱼下了病危通知 而如果脑死亡得到确认 那么下一步就是停止所有抢救措施 向病人家属下达死亡通知了 曾毅说道 生命指标虽然微弱 可还存在 这就还有希望 王副院长倒是点了点头 可又说道 抢救工作还得继续 可就怕再出现什么新的情况啊 曾毅是学医的 当然明白王副院长在担心什么 真正的创伤对于西医来说 并不是什么难处理的事情 该缝的缝该补的补该指的指 这些难度并不大 只是做好这些并不意味着抢救就成功了 大创伤必然伴随着很多并发症 凝血血肿高烧积水昏迷感染 往往你把该做的都做了也做好了 但很可能一个轻微的并发症 就把病人的生命给带走了 王副院长担心的正是这一点 以龙青泉的伤势 随时可能会出现任何的意外情况 长篇小说首席医官 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行医 人为首 治病救人 为官 得在先 功而忘思 一道官徒 一医一官 一人一国 正气凛然 请听长篇小说首席医官 原著谢荣鹏 演播阿陈 龙青泉在京城医院接受抢救 曾毅赶到以后了解了情况 也知道王副院长所说的都是实话 以龙青泉的伤势 随时都可能再出现任何意外情况 刚转到京城医院的时候 龙青泉就有感染的情况 可因为多个器官都受到重创 医院也不敢大量使用抗菌素 怕因此损伤脏气 最后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中西河壁才把感染的情况控制住 仅仅是一个感染 就把京城医院的专家们搞得疲于应付 要是再有别的情况出现 大家可能真的就是束手无策了 曾毅就说 我想加入到龙书长的抢救工作之中 王副院长稍微犹豫了一下就点了头 这没有问题 你的水平是有目共睹的 只要有办法 你都可以提出来 我们再研究 正说着房门又被推开了 进来的不是别人 正是京城医院的院长周耀明 周耀明进门就来到了曾毅的身边 曾毅同志回来了 我到楼上去看望一位老同志 就听大伙说曾毅同志回来了 可不就是你回来了吗 曾毅先朝周耀明敬了个礼 周院长你好 然后伸出手 开门见山的说 我是因为龙书长的事情来的 不请自来 还请周院长多多包汗 周耀明微微摇头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是 当初要不是有曾毅 他早就被副院长李毅善给整垮了 所以他心里一直非常感激曾毅 周耀明又看向罗锦瑜 罗夫人请您放心 我们京城医院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 不惜一切代价 做好龙书长的救治工作 说完 周耀明又看向曾毅 这情况相信你已经了解过了 接下来还要请什么专家 需要用什么药物和设备 你尽管开口 一切都由我去联系 作为京城医院的院长 周耀明对于京城地面上的消息 自然也十分灵通 他多少也听了一些 关于曾毅和龙家恩怨纠纷的消息 今天在罗锦瑜的面前 周耀明是给足了曾毅面子 也算是回报曾毅当初 在京城医院担任院长助理期间 对自己的注意 曾毅紧紧握着周耀明的手 晃动了两下 谢谢周院长 周耀明讲人意 曾毅自然就要领这份情 周耀明又拍了拍曾毅的手 我还是那句话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京城医院永远都是你的家 我的手机呢 24小时开机 有什么情况 第一时间联系我 周耀明这位院长 所擅长的领域 不是处理大创伤 所以简短一番寒暄之后 就告辞离开了 也不耽搁曾毅对于龙清泉的救治 等周耀明离开以后 曾毅就提出要进重症监护室 去亲自看一看龙清泉的实际情况 王副院长自然不会反对 给曾毅找来白大罐 两个人就一起进了里面的监护室 龙清泉的情况很不好 全身裹满了绷带 插满了各种管子 监护室上的仪器 显示着它各项生命特征数据 所有的数据都不乐观 脑电波活动更是微弱到了极点 曾毅心中更是感慨 龙清泉那么强势的一个人 眼下居然成了这么一个样子 他上前检视了各项数据 然后伸手搭了个脉 发现龙清泉的双手脉相微弱至极 根本摸不出什么来 最后从手腕处移到足背 曾毅才有了那么一点点欣慰 足背上还能摸出脉相 这就还有救治的希望 在摸脉的同时 曾毅伸出另外一只手 在龙清泉的脚心挠了一下 又使劲一戳 结果龙清泉没有任何反应 王副院长在一旁说道 我们已经做了测试 龙书长对于疼痛没有任何反应 不过还需要再确认 曾毅微微点头 龙清泉的情况比自己想象的还要严峻 难怪京城医院这边都要准备确认脑死亡了 以龙清泉昔日的地位 不是到了万不得已 京城医院也不敢做这种决定 龙书长未慎之气尚存一线升级 我先试着开几基要 看看能不能掉珠命再说 曾毅把话说得非常谨慎 京城医院都要宣布龙清泉脑死亡了 自己本事再大 也不敢说能够起死回生啊 王副院长听了曾毅的话 看着病床边的仪器屏幕 不由轻声叹息 曾毅这可是选择了一条最艰难 也是非常险的路子呀 眼下龙清泉都已经测不到血压 脉搏消失四肢冰冷 对于疼痛刺激没有任何反应 可以说就只剩下呼吸和心跳 还没有停止了 可这呼吸和心跳 还是用仪器维持的结果 这基本上就是半死的人了 只差走个流程来确认死亡 曾毅却要用药来吊住龙清泉的命 这不是强自己所难吗 吊住了命倒没有什么 问题是万一龙清泉的这口气吊住了 那后面怎么治怎么救 可不仅仅是吊口气的事情 那可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程 你要应付随时可能发生的状况 还要想尽一切办法 保住这口气 王副院长还是点头答应了 好吧 他知道 不让曾毅试一下的话 曾毅是不会死心的 再说 曾毅是罗锦瑜和罗刚勇请来的大夫 不让曾毅试一下 京城医院也没法向龙清泉的家属交代 曾毅当下毫不迟疑 提起笔就开始写方子 王副院长瞄了一眼 当时可就折舍不已 曾毅这方子的头一位 就写了父子120克 这哪是救命的灵药啊 分明就是剧毒啊 也不知道曾毅哪来这么大胆子 竟然敢对宾威的龙清泉 下如此重的猛药 写好方子 曾毅又仔细叫对了一遍 确认无误 这才说 王院长 这几天中药房 务必有人24小时值班 要抓齐了 就马上送过来 我亲自在外面见 王副院长点了点头 好 你放心 回头我就叫人 把中药房的钥匙送过来一把 将药的工具呢 我也叫人给你送过来 只是要辛苦你了呀 曾毅摇了摇头 现在可不是说什么辛苦不辛苦的时候 只要能把龙清泉的这条命保住 再辛苦也值了 王副院长接过方子 转身出了监护室 到了外面对罗锦瑜说道 罗夫人 龙书长的情况 曾毅大夫已经看过了 目前情况不太好 曾大夫开了个方子 说是先试试看 这是方子 您请过目 这是个流程的问题 患了是普通的患者 自然不需要向患者解释 治疗方案 但是对于特殊患者 这个流程可是不能省的 任何治疗方案 都必须经过患者家属 同意才能进行 罗锦瑜并没有接那个方子 而是说 就按照曾大夫的方子治吧 我知道他会尽力的 不管最后结果是什么 我都不会有任何意见 王副院长稍稍有些意外 不明白罗锦瑜对曾毅 哪来的这么大的信任 换了别的人 都是只怕医院不肯尽力呢 他便说道 那我就叫人去抓药了 罗锦瑜点了点头 又淡淡的说 怎么治 你们和曾毅商量着办 不需要再问我的意思了 王副院长一脸的惊讶 拿着方子走到门外 找到助手赶紧去抓药 他心里还在纳闷 这究竟是罗锦瑜 对曾毅太放心了呢 还是罗锦瑜已经接受了 龙青泉九死一生的现实呢 这时候曾毅也来到外面 手里已经拿起电话在拨号 片刻之后电话接通 曾毅说道 黄大夫 是我 曾毅 电话里传来黄天野的声音 他可不知道这边的情况 还在笑着说道 我现在是不是该称呼你为 曾局长了呢 曾毅没有说笑 黄大夫 我需要你来京城 帮我做一台手术 黄天野这才感觉到 曾毅的语气很严肃 当下也跟着严肃起来 是什么情况的手术 曾毅简洁的描述道 患者遭遇高速车祸 头部以及多数脏器受伤 经过抢救后 陷入深度昏迷之中 目前脑电波基本是平坦性的 跟黄天野这种顶级医生交流 根本不需要讲那么多 黄天野直接就说出了自己的判断 情况非常严重的话 可以先做脑死亡界定 如果排除了脑死亡 那么伤者的深度昏迷 有可能是因为脑部血肿 引起的脑扇 这种手术 京城很多专家都可以做 黄天野说这话的时候 也是有些纳闷 这种手术 曾毅应该不至于 大老远的来折腾自己 可曾毅只说了一句 伤者对我非常重要 电话那头 黄天野沉默了两秒钟 明天一早 我肯定能到京城 谢了天野兄 曾毅沉声说道 他可是很少说谢字的 黄天野很是爽快 你那边肯定很忙 有什么话 等见面再说吧 他心里很清楚 有曾毅在 这种手术不一定非要动自己 像这种严重的外伤 并不是一台开颅手术 就能保住命的 保命的关键 还得看曾毅的神奇医术 之所以曾毅非要自己去做这台手术 只能说明这位受伤的患者 对曾毅非常重要 黄天野自然不能推脱 同样一台开颅手术 或许很多人都能做 可手法高低 对于一位患者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尤其是一位徘徊在死亡边缘的患者 你的手法低一点 手术进行的慢一点 或许患者都撑不到手术结束的 即便结束 手法粗糙的话 患者也消化不了手术所带来的创伤 而黄天野这种顶级脑外专家 却可以把手术的风险降到最低 而且做到最快速最完美 大大减少给患者所带来的创伤 挂断黄天野的电话 曾毅又联系了翟浩辉的老丈人夏颜兵 让夏颜兵给军总医院的专家先打个招呼 万一需要的话 就要从军总医院请专家过来 京城医院的外科水平其实也不低 但比起以急救建长的军总医院来说 到底还是稍训一筹 增议这也是没办法了 龙青泉现在的状况根本经不起任何意外 一个不经意的小差错 都可能把龙青泉带走 曾毅必须尽最大的努力 来保证所有的一切都万无一失 罗锦鱼就站在一旁 亲眼目睹曾毅打了这两个电话 尤其是那一句 伤者对我非常重要 这让罗锦鱼的眼睛里 不由蒙上了一层淡淡的细物 药房很快就送来了 曾毅所需要的药物 还带来了一套煎药的工具 曾毅挽起袖口就开始埋头煎药 情况急 曾毅这回用的还是无火急煎 直接从旁边的饮水机 接了热水就煎 龙青泉现在的情况非常危急 随时都可能生命终结 这个时候不下猛药 就不可能达到旧阳故脱效果 所以增益下了分量很重的 父子和山鱼肉 目的就是为了快速提升 龙青泉的生命特征 同时还加了一点点射香 开窍醒脑 挽救呼吸衰竭 帮助龙青泉恢复意识 王副院长站在一旁插不上手 就那么看着曾毅忙活 曾毅这么做 确实是尽到了医生的职责 在救死扶伤 王副院长也很钦佩 但是却并不看好这个结果 纵使有再高超的医术 再好的医德 也不可能把一个死人救活呀 在王副院长看来 眼下的龙青泉 已经基本是个死人了 这么严重程度的创伤 想要保住活人的性命 尚且十分困难 更何况已经是半死之人呢 王副院长在心里叹了口气 曾毅这也太执着了 何必呢 对于这么一种严重程度的伤势 曾毅并不是没有见过 以前爷爷曾文府在的时候 就抢救过不少意外 从山上摔下来的村民 受伤的程度 有的甚至还超过龙青泉 山里头条件制约 根本不允许送到山外面的 大医院去抢救 在这些重伤村民里 曾文府也硬是从死神的手里 拽回来一大部分 所以曾毅对于急救还是很有经验的 不过龙青泉已经耽搁了三天了 曾毅如今也只能是走一步 看一步 尽人事而听天命 药很快煎好 可龙青泉双嘴紧闭 没有吞咽的动作 这药根本就进不去 曾毅只好把药凉温 然后用鼻管喂了下去 王副院长站在监护室里等了半天 也没有什么动静 以前他也见过曾毅用药 不能说是药到病除 那效果绝对是立竿见影 曾三纪的名号绝不是浪得虚名啊 可今天曾毅这副药下去有半个多小时了 仪器上的数据一点变化都没有 或许曾毅也是在死马当成活马医吧 曾毅也始终在观察龙青泉的变化 现在去摸脉 两手手腕处依旧是什么都摸不到 只有脚步个别地方还能细微可变 并没有比以前强多少 这个情况让曾毅的脸色更加凝重 王副院长低声问道 情况怎么样 他也看出曾毅脸色不妙 曾毅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而是继续细细观察龙青泉的变化 哪怕只要找出一丝见好的迹象 他都觉得还有希望 看着曾毅从龙青泉的头部摸到脚下 又从脚下摸到胸腹 脸色却崩得更加厉害 王副院长就知道情况不妙 怕是想吊住龙青泉的这口气 也是非常困难 不过这样也好 至少是断了这个念头 对人对己都是一种解脱 不用再忍受煎熬和折磨了 王副院长打算在旁敲侧击的劝曾毅两句 曾毅啊 是不是 话刚出口 却见曾毅竖起一只手 那是示意王副院长不要讲话的手势 只见曾毅的手心轻轻的悬在龙青泉的心口之上 摒弃静息 而且脸也凑得非常近 维持这个姿势足足有三分钟 曾毅绷着的脸终于松开了 起身说道 再建一基药 分量再加大 王副院长被曾毅这句话给吓了一跳 还要加大分量 是不是再深重一些呀 王副院长不是搞中医的 可中医的几个基本药物 他还是有所了解 药点上规定 父子单剂最多只能使用九克 而曾毅一剂就使用了一百二十克 这已经是叫人胆战心惊的分量了 现在还要加大分量 这着实要吓死人呢 也幸亏龙青泉是昏迷的 否则也会给吓死 曾毅却没有丝毫的犹豫和含糊 刚才那一剂药已经起效了 这事分量还不够 必须要再加大 王副院长转头又看了一眼 监控仪器上的屏幕 所有数据都没有变化呀 他不明白曾毅所说这药物起效 是到底从哪说的 他疑惑的看着曾毅 希望能给个解释 曾毅就说 龙处长心窝处的温度有所提高 王副院长一听 就快步来到龙青泉旁边 也学着曾毅的样子 右手手心悬在龙青泉心窝上方一公分的高度 静静的感觉着心窝处的热度 只是他的感觉没有曾毅那么灵敏 最后直接把手触在龙青泉的心窝处才真的感觉到了温度 当下王副院长的眉梢也扬了起来 龙青泉心窝处果然是有了热度 王副院长感觉了一阵 也不禁对曾毅是钦佩至极 这得是多么敏锐的感觉 多么细腻的心思 才能感觉到心窝处温度的变化呀 至少不是曾毅提醒 王副院长是绝对察觉不到这个细微变化的 回过神 王副院长说道 曾毅啊 慎重起见 是不是先走脑死亡鉴定流程呢 曾毅在京城医院工作过 当然明白王副院长的意思 这并不是说要放弃对龙青泉的抢救 而是在保护曾毅 以龙青泉现在的状况 已基本接近于脑死亡 一旦走了脑死亡的鉴定流程 家属的期望就很低 只要能够救活 或者说哪怕救不活 只要你还在抢救 家属都不会有什么意见 相反 如果你给了家属一希望 那将来抢救不过来的话 家属很可能就要追究你的责任了 首先第一个讲不过去的 就是增益这个大分量的方子 龙家的人要是闹起来 增益绝对吃不住 有礼也讲不清啊 增益犹豫了一下 王副院长的提议是有道理的 只是想到外面罗锦鱼那憔悴疲惫的神色 增益又放弃了王副院长的建议 他实在不想在这个时候 再给罗锦鱼一个雪上加霜的打击 再者 增益对自己的方子还是有把握的 虽然父子的分量极重 但方子中也有其他药物来克制父子的毒性 并不会出现王副院长这种外行 所认为的那种情况 当初增益治疗乔老的厌食症 也下了分量极重的大黄 可效果却是力气尘科 大医和普通医生的区别 可能就在于此了 增益看着王副院长 先抢救 有什么后果 都由我来承担 我会向家属解释清楚的 王副院长叹了一口气 该说的不该说的 他都已经说了 既然增益决定这么做 他也就不再多劝 只是微微摇头 增益也就不再解释 提起笔 把之前那个方子的分量 改了一下 然后叫人立刻抓药送来 在外面监要的时候 罗锦瑜几次看着增益 欲言又止 想要询问里面龙青泉的情况 可又害怕会影响到增益 增益也觉察到了 罗锦瑜的矛益心理 趁着良药的功夫说道 罗夫人您放心 我们会尽全力抢救的 谢谢 罗锦瑜道了一声谢 他知道增益口中的尽全力 绝不是虚化 他又说 只是辛苦你了 从东江赶过来 都还没有来得及休息一会儿 增益微微摇头 也没有和罗锦瑜 再多说一句客气的话 只是说 抢救的时间可能会非常久 或许是一天 也或许是一周 甚至会更长 罗夫人注意身体 罗锦瑜点了点头 不过依旧站在原地 丝毫没有要离开的意思 增益也不多说 把药凉温又端着进了监控室 第二计要吃下去 监控仪器上的数据 还和以前一样 并没有什么显著的变化 可增益把了脉 又感觉了一下心窝处的热度 神色却明显比之前要好了一些 王副院长也上前感觉了一下 发现心窝处的热度 似乎跟刚才比起来 并没有什么变化 至少是没有明显的变化 所以他很纳闷 增益的神情好转 到底是看出了 哪个见好的迹象啊 用完第二纪要 增益也没提第三纪的事 而是找来一包针 开始给龙青泉施针 不大会儿功夫 龙青泉的身上就插满了细细的银针 坐在监控室 一直等到天黑 王副院长起身看了看仪器 数据还是没有什么变化 他心里便沉了下去 医院和增益也都尽了力了 看来龙署长这一关 是闯不过去了 长篇小说首席医官 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明天同一时间 请继续收听 行医人为首 治病救人 为官得在先 公而忘思 医道官徒 一医一官 医人医国 正气凛然 请听长篇小说 首席医官 原著谢荣蓬 演播 阿陈 在监控室里一直熬到天黑 仪器上的数据还是没有任何变化 王副院长的心就沉了下去 医院和增益都已经尽力了 看来龙署长这关是闯不过去了 侧脸看着增益 王副院长心里又叹了口气 自始至终 增益就没停下来过 一会儿失针 一会儿起针 一会儿查看身体变化 一会儿又去检查龙青泉身上各种仪器的工作状况 比监护室里的特户还要负责 可惜啊 龙青泉这条命也救不回来了 王副院长起身打了个招呼 总意啊 我去吃个饭 咪一会儿 这也是表示自己有些撑不住 增益点了点头 王院长去休息吧 我在这盯着就行 王副院长点了点头 又说道 我就在办公室里瞇一会儿 有什么情况 需要什么 你打我电话 后半夜我来替你 交代完这些 王副院长就出了监控室 增益没来的时候 都是王副院长在这撑着 确实也是很疲惫了 今天有增益在 增益不休息 王副院长也不好休息 他撑到现在 都有些站不住了 如果龙青泉能救回来 倒也能叫人振奋一些 可现在这个情况 让王副院长觉得 硬撑下去 完全没有必要 回到办公室 王副院长吃了晚饭 然后又琢磨了一会儿情况 最后他拿定了主意 如果今天晚上 龙青泉的情况 还不见好转 那明天就着手做 挠死亡的鉴定 再拖下去 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最后反倒会是 让医院很被动啊 拿定主意 王副院长就靠在椅子上 眯上了眼睛 而增益 一直在监护室里忙碌着 快到紫夜时分 又按照之前的方子 煎了一剂药 给龙青泉喂了下去 之后便停止了忙碌 坐在监控室里 静静观察着 龙青泉的变化 那边王副院长 一觉醒来 睁开眼就暗说不好 自己这一觉 竟然睡过头了 窗外都已经是大亮了 说好了后半夜 自己去值班的 你这不是把增益给框了吗 他赶紧起身洗了把脸 然后披上白大褂 匆匆朝监护室赶去 一出门就碰到了院长周耀明 周耀明也正打算去特需住院部 这也是他每天上班之后的功课 特需部每天都有大人物在住院 该送到的问候 那是必须得送到的 周耀明开口问道 龙书长的情况怎么样 王副院长摇了摇头 昨天服了增益的两剂药 情况没有什么显著变化 不过增益倒是说 感觉龙书长的心窝处热了一些 周耀明琢磨了一下 王副院长的话 好像龙卿权心窝变热的这个说法 只是增益的感觉 而王副院长似乎并不认同 周耀明对此倒是觉得可以理解 增益跟龙卿权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 肯定不希望龙卿权走到最坏的那一步 所以任何有一点变好的迹象 增益都会觉得是天大的希望 周耀明问道 那接下来如何处理啊 王副院长想了想 这才说道 我还是那个意见 就做脑死亡坚定吧 此事越快越好 不能再拖延了 周耀明停下脚步 背着手思索了片刻吩咐道 那你去准备吧 王副院长看着周耀明 可增益那边 是啊 什么都好办 就怕增益不同意呀 增益要是不同意 龙卿权的家属自然也就不同意 周耀明倒是很痛快 把这件事揽了下来 我去跟增益同志讲 他是专业的 一定能够理解 王副院长也就不再多说什么 那我现在去把院里的几位脑外脑神经的专家都请过来 周耀明点了点头 随即抬脚继续往前走 又说道 我在监护室等你 来到监护室门口 周耀明就看到了罗刚勇和罗锦瑜 于是便站在那儿跟二人谈着龙卿权的情况 大约十几分钟以后 王副院长赶了过来 身后还跟着两名老专家 都是京城医院脑神经领域的领军人物 准备共同来确认一下龙卿权的情况 宣布脑死亡就等于是宣布死亡 所以必须得慎重再慎重 除了需要脑科专家反复测试来做最终确认外 还需要有保健委的人在场 这是因为龙卿权的特殊身份 不过周耀明和王副院长都是保健委的 所以也就无需再专门请别的人过来 周耀明见人员到齐 便对罗锦瑜说道 罗夫人 我们现在再去查看一下龙署长的情况 然后再商量一下后面该怎么进行 罗锦瑜微微躬身向大家致谢 辛苦了 就拜托各位了 周耀明客气了一句 便领着大家走进了监护室 到了里面 大伙就看到曾毅身板挺直的 坐在一张椅子上 双目微闭 也不知道是在休息 还是在想什么事情 听到脚步声 曾毅睁开了眼睛 双眼睛内布满了血丝 他起身道 周院长 您来了 周耀明上前跟曾毅打了个招呼 曾毅同志辛苦了 千万要保重自己的身体啊 曾毅点了点头 谢谢您的关系 我还挺得住 周耀明看了一眼病床上的龙青泉 还是那个老样子 最后叹了口气 说道 哎 是怎么回事 经过院里的慎重考虑呢 决定对龙书长进行脑死亡的鉴定测试 当然 这并不是说 曾毅答断道 周院长 请先听我说 而周耀明呢 则是伸出手 把曾毅的话又压了回去 好像是早就料到曾毅会反对 当下声音稍微高了一些 接着说道 曾毅同志要讲什么 我知道 同时我也理解你的心情 不过呢 医院有医院的规章制度 曾毅同志 以前也在我们医院工作过 相信你能够理解 做这个鉴定 并不是说 龙书长就已经脑死亡了吗 只是在做一个确认 再说 确认也需要很长的时间 有一个科学的程序 不是说 马上 现在就出结果 曾毅 只好等周耀明讲完了 这才说道 周院长 您误会我的意思了 我是说 不必做这个测试了 哦 周耀明很是意外 不太明白 曾毅的意思 难道 他已经 自己放弃了吗 曾毅看了看 躺在病床上的龙青泉 又回身说道 今天凌晨四点钟的时候 龙书长 已经恢复了 自主呼吸 啊 站在周耀明身后的 王副院长 不由发出一声惊叹 龙青泉竟然又活过来了吗 这怎么可能啊 自己在京城医院已经工作了几十年了 这种奇迹从来就没有发生过呀 周耀明也是有些意外 回过神来 就抬脚来到监护仪器前面看 俯下身一看 果然 仪器上很明明白白的显示 龙青泉现在是自主呼吸 这倒让周耀明有些尴尬了 只后悔自己进来之后 怎么就不先看一下监护仪器上的数据呢 王副院长过来一看 也是一脸难以置信的样子 他比周耀明还要多了几分尴尬 盯着仪器看了半分钟 周耀明直起身来 对身后的两位脑科专家说道 这个情况是新情况 你们二位的意见啊 两位老专家对视了一眼 最后说道 既然伤者已经恢复了自主呼吸 那这个鉴定暂时就不需要做了 周耀明点了点头 顺着台阶往下走 好 那就先按照你们的意思 缓一缓吧 再观察观察 这两位脑科的老专家 也是非常尴尬 自己被叫过来 做脑死亡的鉴定测试 结果伤者已经恢复了自主呼吸 这搞的都是什么事啊 有没有自主呼吸 是确认脑死亡的必要前提 既然已经具备了自主呼吸能力 那肯定就不是脑死亡了 害自己白跑一趟不说 还背了个黑锅 好像是自己巴巴的要来做鉴定似的 不过这两位专家也不好再说什么 上前检查了一下龙清泉的情况 就退出了监护室 周耀明有些不悦的看着监护室那名特户 进一步化解着自己心里的尴尬 不是早就告诉你们龙树长这边一有新情况 就马上通知我吗 这特户的心里啊 倒是挺冤枉 他是直后半夜班的 大半夜的他一个小护士 怎么能见得到周耀明这位院长的面呢 也更不可能得到院长的嘱咐啊 再说 按照医院的惯例 只要不是情况变坏恶化 一般都是要等到第二天大夫来查房时 才汇报病情变化的 只是这特户也不敢解释 只能赶紧汇报着昨晚的情况 昨天凌晨 服下曾大夫的第三纪要以后 龙树长的情况似乎就有点好转了 王副院长一听肠子都悔清了 只怪自己太着急呀 大伙都说曾义是曾三纪 这个称呼呢 绝对是有道理呀 曾三纪 那就是曾三纪呀 自然得三纪起效 自己昨天只盯住了前两纪要 就差着最后一纪没有盯 今天就闹出了这么一个乌龙事件 更让他后悔的是 龙青拳服下第三纪要的时候 自个儿不在场啊 能够把自己眼中的死人救活了 这绝对是一个医学上的奇迹 可这个奇迹发生的时刻 自己却不在场 白白错失了这么一个见证奇迹 和学习的好机会呀 大专家和大国手的差别 就在于是否能够创造奇迹 王副院长也自然是想 跻身于国手之列 周耀明批评完那名特户 转身看着曾益 小曾啊 接下来你准备采取什么治疗方案呢 曾益说的 现在只是情况稍微好转 病人还远远没有脱离危险 下一步需要继续服药 保持情况不向坏的方向发展 同时服役针灸 来促使龙书长尽快清醒 如果条件允许的话 可以考虑做开颅手术 周耀明连连点头 嗯好 你这个方案很周全 龙书长的情况得以好转 小曾你鞠躬至尾呀 曾益赶紧说 如果没有前面一系列的得力抢救 我也不可能有这个机会呀 周耀明的脸上不由露出一丝笑意 曾益这么说 让他觉得很欣慰 啊 现在呢 情况只是刚刚开始好转 什么事情都还有可能发生啊 怕是还要继续辛苦你呀 曾益点点头 我会二十四小时守在这里的 周耀明就说 好 我还是那句话 要想尽一切办法来抢救龙书长 有什么困难就尽管对我讲 王副院长也会尽全力帮助你的 王副院长在一旁赶紧点头 是是是是我们的目的一致都是为了挽救龙书长的性命啊 这一次王副院长可不想再错过任何一个抢救细节了 不是每一个被宣布死亡的伤者都能够被救活呀 这概率低的吓人几乎是零 而能够亲自参与到这么一场抢救之中 其本身就是一笔弥足珍贵的经历 医学上的会和不会差别是非常大的 会就是会 不会就是不会 根本开不起生命的玩笑 在今天以前 王副院长还从来没有成功挽救脑死亡患者的经验 就算这次主持龙青拳抢救工作的不是王副院长本人 但是只要亲自参与了全程的抢救 那么下次再遇到类似的情况 比起其他的专家 王副院长就有更高的概率可以把人抢救回来 因为王副院长至少知道 面对这种情况要从何处入手 都能采取哪些手段 他通过组建医疗团队的方式 有很多方面的专家齐心协力 可以共同完成这个抢救工作 这也是治疗重大疾病的一个未来方向 即便强如增益 也是联系了黄天野和军总医院的专家 一个人办不到的事情 或许几个人就可以协力办到 前提是你得知道如何协调组织这些人来参与抢救工作 周耀明从监护室离开后不久 黄天野就赶到了 在仔细看过龙青泉的情况之后 黄天野发现 在经过增益的干预之后 龙青泉的脑膳情况已经有所缓和 所以暂时先不进行手术 而是要等龙青泉生命特征再强大一些的时候再做 否则一旦手术 龙青泉刚刚好转的情况就很有可能葬送 京城医院的脑科专家在会诊之后 也认同了黄天野的方案 按照昨天的方子 又服用了两剂药 然后再经过一次针灸治疗 到了晚上的时候 龙青泉的生命特征继续增强 除了自主呼吸外 特护人员经过测试 发现龙青泉已经有了吞咽的行为 在熬过一夜之后 龙青泉的身体已经开始对一些刺激 能够做出轻微的回应了 这情况是进一步好转 着实令人振奋 但距离龙青泉彻底苏醒 似乎还很遥远 不管你在这怎么呼唤 龙青泉都没有任何回应 脑电波活动依旧微弱 到了第四点 情况却又突然急转而下 龙青泉全身突然高热 垫满了冰带也降不下温度 生命特征出现了反复 而且有急剧降低的迹象 曾毅仔细核实了龙青泉的情况 斟酌了好几遍 最后对方子做了一番改动 然后继续加大父子的分量 坚持回扬古拓 曾毅认为 这是龙青泉能否捞回这条命的关键 高烧正是因为体内正邪交战到了最关键的时刻 所以他非但不用退热的药 反倒进一步加大了热药的分量 两剂药分成好几份 不间断的喂了下去 到了后半夜 龙青泉的高热终于开始慢慢的减退 生命特征重新开始加强 这一个反复 把王府院长惊得够呛啊 直到龙青泉的高热彻底消退 他才想起向曾毅咨询一下 这一次抢救的关键诀窍 这两天 王府院长几乎是寸步不离 就连曾毅失真的时候 他都要问清楚 真的是什么穴位 功效是什么 好在曾毅并不想藏私 对王府院长的问题悉心回答 王府院长也不懂忠义 可他按照曾毅的原话进行记录 打算以后慢慢的消化 或许是应验了那句老话 阎王叫你三经死 谁敢留你到五经 在高热之后 龙青泉又出现了严重的水肿 曾毅只好再次改方 在原方里又加入提升废气 开窍利尿的药 连续三剂药之后 龙青泉的水肿消退 可水肿刚退 龙青泉又添了新的情况 长梗阻 曾毅再次改方 在最短的时间里控制住了局面 只是刚摁下这一头 龙青泉脑膳的情况 又二次严重了起来 还没从长梗阻的情况中拔出来 曾毅又再次投入 解决脑膳问题之中 这情况 一个接着一个 一次比一次严重 让每一个参与抢救的人 都清楚地认识到了 想要把一只脚 已经踏进鬼门关的人 再拉回来 和死神抗争 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 一转眼 曾毅在监护室里 已经耗了两个星期 虽然这期间险象还生 每每都是九死一生 但令人欣慰的是 每经过一次险情 龙青泉的生命特征 就增强一分 情况就豪转一豪 似乎死神能用的手段 也越来越少了 曾毅迷糊糊睁开眼 看了一下时间 已经是凌晨四点多了 他搓了搓脸 振奋了一下精神 起身查看龙青泉的情况 一切平稳 回身再看 发现王副院长 斜靠在一张椅子里 脖子高高地扬着 还发出很重的憨声 曾毅有多久没有休息 王副院长就多久没有休息 这次王副院长为了创造奇迹 可以说要把老命都豁出去 只是岁月不饶人 他的经历到底是比不上 曾毅这种年轻人 给王副院长披上一张毯子 曾毅轻手轻脚地出了监护室 打算去洗把脸 曾毅到了外面 就看到罗海涛也靠在椅子里睡着了 胸口那儿不断地高低起伏 怀里也不知是抱着个什么东西 险些掉在地上 曾毅就过去拍了拍罗海涛肩膀 海涛 嗯 罗海涛听到呼唤 一下子就醒了过来 急声说道 曾毅个 我在呢 是不是又出什么情况了 他一边说一边搓着脸 强迫自己赶紧清醒过来 曾毅摇了摇头 轻声说道 别紧张 情况很平稳 这边有我盯着呢 也用不着你 回去好好休息吧 罗海涛这才放下心来 像是想起了什么 赶紧把怀里的东西抱出来 对了 这是我姑专门给你抱的粥 这段时间你太辛苦了 都没有合眼休息一下 说着 罗海涛赶紧把保安盒打开 给曾毅盛了一碗粥 又掏出一只瓷勺 赶紧喝吧 放太久了 怕是没那么热了 曾毅这段时间 可是没日没夜的连轴转 一顿正儿八经的饭都没吃过 当下也不客气 拿起勺子就喝了起来 顺客问道 罗夫人呢 罗海涛说道 在隔壁呢 估计也是刚休息 曾毅摁了一声 就埋头专心吃粥 眨眼间这一碗粥 就全进了肚子里 罗海涛又赶紧帮曾毅 又盛了一碗 看着他那狼吞虎咽的样子 罗海涛恨恨的说道 这次我姑父出事 全靠曾毅哥你了 龙家那些人太不像话了 曾毅抬起头来看了他一眼 不知道 罗海涛为什么对龙家人 来了这么大的怨气 罗海涛义愤填膺的说道 我姑父住院这么长时间了 这条命差点都没了 可直到现在 那龙老二 也没到医院来站过一次脚 太气人了 想想龙家老二 再看看曾毅现在疲惫的样子 罗海涛的心里 就有一股压不住的怒火 曾毅倒是没说什么 拿着勺子继续喝粥 他本来就对龙老二 没什么好感 所以也就谈不上生气 可罗海涛一提这个 气可就压不住了 三月二十三号到二十六号 山东省春季雅百艺术观览会 在自博中关村古安城盛大举行 全国百渔家参展商 齐聚中关村古安城 每天前一百名观众 均可获赠精品白瓷盖杯一个 自博中关村古安城 不容错过的雅百盛宴 请听长篇小说 首席衣冠 援助谢荣鹏 演播阿陈 龙青泉在重症监护室里 已经抢救了两个多星期 这段时间 曾毅是没日没夜的盯着 罗海涛给曾毅送来周 同时又想起了龙家人的无情无义 他的火可就越来越大了 想当初龙青泉高调全退 为的就是要减少龙长兴 再进一步的阻力 可谁知道 当龙青泉遭遇生死大劫的时候 龙长兴竟然连到医院 来看望他大哥的举动都没有 这种做派实在是令人寒心 罗海涛气得腮帮子都鼓起来了 我知道他龙老二是怎么想的 不就是上回他得病的时候 我美心节讲了那句话吗 曾毅的勺子停了下来 抬头盯着罗海涛 当时龙青泉得了一种怪病 龙家是遮遮掩掩 最后万不得已 才让翟总长的夫人龙海青出了面 其实龙家最好的办法 就是让龙美心出面 曾毅绝对没有办法拒绝 可当时龙美心却没有出面 曾毅只当是龙家 不愿意龙美心再跟自己有任何交集 就听罗海涛又说道 当时龙长兴病了 龙家第一个就想起了我美心节 让他去请你来京城 给龙老二看病 可美心姐拒绝了 可能是他太恨龙家那个决定了 所以就说了句狠话 说如果龙长兴真的不行了 那他就回来尽孝道 绝不含糊 可要让他去请你 那是死也办不到 曾毅的手指 一下子就捏紧了勺子 眼看着这勺子瓣 都要给捏断了 手这才缓缓松开 可是两片的太阳穴 却在突突的跳着 显然内心很是激动 罗海涛依然气鼓鼓的催了一口 呸 他龙老二不来医院 不就是在记恨这件事吗 当初我姑父真是昏了头 为这种人做了那么大的牺牲 真是不值 把自己搭进去也就算了 还把我美心节给害苦了 现在在看人家 是怎么对他的 那龙老二根本就是条白眼狼 曾毅面无表情 罗海涛虽然说的是气话 可并不完全是在重伤龙老二 龙老二你就算再忙 抽空到医院来一趟的时间 总是能挤出来的 他之所以不到医院来 很可能还真是在生龙美心的气 就跟龙美心当时的气话一样 如果你龙青拳真的不行了 那我该出面就出面 该做什么文章就做什么文章 绝不含糊 可现在让我来医院 对不起 我没时间 不过 罗海涛还是想的简单了 龙长星真正生龙美心的气 并不是因为这一句气话 而是因为龙美心不肯服从龙家的安排 无法跟邱家联姻 这才是让龙老二真正恼火的原因所在 罗海涛的画匣子打开了 就有些收不住 把自己从小到大 对龙老二不满的那些事情都讲了出来 搞得曾毅啊 连喝粥的心思都没了 只好放下勺子 听罗海涛发泄着不满 差不多得有半个小时 罗海涛肚子里的血火都发完了 把桌子上的保温盒一收拾 也不走了 坐在那儿又睡着了 曾毅回身看了一下监控室 发现里面情况平稳 就坐在那里想着龙青泉的病情 又想着龙家的这些恩恩怨怨 还有有家不能回的龙美心 想着想着 曾毅也是迷迷糊糊的睡着了 半梦半醒之间 脑子里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画面 一会儿回到了老熊乡 看到龙美心正兴奋的开着大号的卡丁戳 一会儿又到了高速公路现场 看到一辆大卡车冲破护栏 一会儿又回到了监控室 血淋淋的龙青泉和盲成一团转的大夫 而镜头一转 又到了一个陌生的国度 听到龙美心在撕心呐喊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曾毅就听到耳边有人在轻轻地呼唤着自己 曾毅 曾毅 迷迷糊糊睁开眼 眼前有个朦胧的身影 几秒钟以后 一张轻力的脸旁渐渐清晰起来 曾毅的脸上露出疑惑的神情 他搞不清楚自己现在究竟是醒着 还是依旧在梦中 因为眼前的这张脸实在是太熟悉了 曾经多少次出现在自己的梦里 只是醒来就变成了一片虚空 那张轻力的脸再次开口呼唤 曾毅 还带着一丝激动的颤音 也和曾毅一样有些不敢置信 没心 曾毅终于唤出了这个名字 只是依旧不清楚自己是不是还在梦中 而这时候 旁边传来一声惊喜的呼唤 罗海涛从椅子里跳了起来 激动的问道 美心姐真的是你吗 你怎么回来了 什么时候回来的 罗海涛这一喊 彻底让曾毅醒了过来 他知道自己现在不是在梦中 而是龙美心真真切切的站到了自己面前 曾毅的眼神里出现了少有的激动 他起身的时候居然一下子碰倒了椅子 然后又把面前桌子上的保温瓶给打翻了 龙美心痴痴的望着曾毅 是我 我回来了 他说这话的时候 两行青泪已经无声的躺了下来 龙美心像是有千言万语要诉说 可是话到嘴边却只成了一句 我回来了 罗海涛兴奋的捏着手 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 他连喊了两声才想起来要去告诉罗简鱼 我去告诉姑姑 她是在隔壁呢 说完 罗海涛一阵风一般的就跑了过去 龙美心像是丝毫都没有听到罗海涛的话 只是在那里静静地触望着曾毅 任由眼中的泪水往下躺 就听曾毅说的 回来了就好 曾毅这时候终于回过神来了 像往日那样 脸上露出淡淡而温暖的笑容 然后伸出右手 轻轻地抹掉龙美心脸上的泪珠 龙美心闭上了双眼 脸旁轻轻地依偎着曾毅的大手 感受着这双大手的温度 眼里的泪珠躺得更欢了 可在泪珠之下 嘴角微微勾起的 却是一丝幸福 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停止了 一幅画面维持了很久 很久 两久之后 龙美心低声说道 这两年 我想了无数次回来的情景 就像这样 曾毅的胸口也是上下起伏着 他也无数次想过龙美心回来的时候的样子 只是没有想到会跟龙美心在这么一种情况下重逢 如果没有龙青拳的重伤 这一切该有多好啊 曾毅就说 我带你进去看看吧 他拿大手在龙美心肩膀上轻轻拍了一下 鼓励他要坚强一些 龙美心重重一点头 快速擦干眼泪 然后做了几个深呼吸 调整好情绪 示意曾毅 自己已经做好了准备 曾毅转过身子 领着龙美心朝监护室走去 在进入监护室之前 龙美心显得很紧张 两只手攥得死死的 可是脸上依旧强自保持着镇定和坚强 可当他的脚步踏进监护室的一瞬间 龙美心所谓的坚强便一下子崩溃了 两行眼泪再次躺了下来 张开嘴只喊了一声 爸爸 整个人猛地往前一跌 就要瘫倒在地 曾毅早料到会是如此 一伸手紧紧地揽住龙美心的胳膊 龙美心在出国之前 龙清泉还是威风赫赫的署长呢 可回国以后 看到龙清泉的第一眼 却是一位躺在床上的病危患者 浑身插满了各种各样的管子 绑满了纱布 任谁看到眼前龙清泉的这个样子 都会崩溃的 龙美心在一瞬间 像是给抽干了力气一样 甚至连呼吸的力气都没了 他那张清泉的脸憋得发红 像是有什么东西堵住了胸腔 两久之后 龙美心的这口气才猛地喘了过来 呼喊了一声 随即就放声哭了起来 整个人都软倒在了曾毅怀里 曾毅的手紧紧地揽着龙美心 不让他瘫倒在地 另外一只手则是轻轻地拍打龙美心的肩膀 算是一种无声的安慰 王副院长听到哭声 给惊醒了 第一反应就是 完了龙清泉没挺住 他喊了一声曾毅 然后就扑到仪器屏幕前去看数据 等看到数据正常 王副院长才定住了神 回身就看到曾毅跟龙美心 王副院长先是有些疑惑 随即就静静地站到一旁去了 龙美心哭得双肩不住的颤抖 眼泪巴哒巴哒地滴在了地上 他扶着病床 爸爸 我是美心呢 我回来了 你睁开眼睛看一下呀 我是美心呢 你睁开眼呢 你睁开眼睛看看我呀 曾毅紧紧地揽着龙美心 龙美心现在很是激动 要是一放手 他整个人很可能就会扑到龙清泉的身上 王副院长站在一旁 看到龙美心这个样子 也是于心不忍 他转过身不断地深呼吸着 眼睛里也是一阵潮湿 龙美心一直在那里呼喊着 直到喊得没有了力气 曾毅又紧了紧揽住龙美心的胳膊 会好起来的 我在这呢 王副院长此时也劝说道 是啊 有曾大夫在 龙书长一定会好起来的 这几天 龙书长已经闯过了好几道难关 后面情况一定会好起来的 说着 王副院长不由望向监护室的外面 他已经看到罗锦瑜站在外面了 他示意增益 赶紧把龙美心带出去 这么哭下去可不是个办法呀 还是把他带出去吧 看不到龙青泉的样子 或许还好受一点 曾毅等龙美心的情绪稍稍平复了一点 这才扶着他往外走 出了门 又是一番泪眼相对 罗锦瑜把龙美心搂在怀里 母女俩互相倾诉着安慰 罗锦瑜抹掉女儿的眼泪 好了 不要哭了 有曾毅在 情况一定会好起来的 这段时间 多亏曾毅了 要不是有他在 我真不知道 现在会是什么情况 罗海涛在一旁也说道 曾毅哥从到医院那一天起 就没有休息过一个晚上 整天是没黑没夜的 守在监护室里 罗海涛说这个 心里还是充满着 对龙老二作为的不满 而曾毅却只是一摇头 我宁愿不这么累 罗司令让我来京城的路上 我想了很多种可能 唯独不敢想 出状况的会是龙书长 罗锦瑜很是动容 准备再次向曾毅道谢 不过还没开口 就被曾毅阻止了 曾毅看着他们 认真地说道 美心回来了 我把龙书长现在的情况 再介绍一下 目前来看 虽然还是情况不断 可基本可以确定 龙书长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 只是还没有苏醒过来 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 王副院长此时也听出来了 听到曾毅这话 他心里有点着急 曾毅这可是往好了去讲啊 可还有一种不好的可能呢 那就是龙书长保持现状 永远都无法苏醒过来 这种概率也不低啊 只是看到现场这个样子 王副院长也只好把这话 先闷在了肚子里 曾毅继续说道 下一个阶段 我们会采取一些措施 来促使龙书长尽快苏醒 这对于后期的恢复非常关键 除了药物 针灸等手段以外 还需要大家一起配合努力 刚才美心进去的时候 我发现龙书长 对美心的呼唤是有反应的 脑电波活动一度增强 如果能够坚持 每天呼唤几次 我相信 对他的苏醒 是有效果的 王副院长有些错愕 然后转身就进了监护室 刚才龙美心在哭的时候 他光顾着揪心了 竟然都没注意到这个细节 等回到监护室 一查龙青泉的脑电波活动情况 王副院长就不得不佩服 曾毅的细心和专业了 就在刚才那种情况下 曾毅竟然也观察到了龙青泉的情况 难怪曾毅敢说龙青泉苏醒的概率很大 仪器上的监控记录显示 刚才龙青泉的脑电波活动 一度活跃了很多 这说明龙青泉对于龙美心的呼唤 是有感应的 这是个非常好的现象 龙美心点头应道 这段时间我会一直待在医院的 他当然愿意尽自己的一切努力 去促使父亲苏醒 曾毅又提醒道 不过你得注意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不能太激动 龙美心猛的一吸气 抹干了脸上的泪珠 我会尽力控制自己的情绪 曾毅又把龙青泉的详细情况介绍了一番 罗锦鱼紧张多日的脸上终于有了一丝丝的放松 之前一次又一次的抢救 让他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正因为如此 罗锦鱼特别感激曾毅 换了任何一名别的大夫 都不会为这几乎尽于零的挽救概率 去豁出一切来拼的 罗锦鱼又偷偷地抹了一下眼泪 心里不由感叹 如果美心不是生在龙家 该是多好的一件事情 龙美心能够回来 他很欣慰 可心里又很是担忧 因为龙美心实在不该回来 介绍完病情 曾毅把视线又移到龙美心的身上 两年没见 龙美心是有些轻瘦 可比起以前又多了一些安静的气质 也可能是在国外求学的缘故 当年美心可是很早就有 想出国留学的打算 龙美心看着他 你刚刚回来 先去休息一下 这里有我就行了 龙美心却很坚定地摇了摇头 这一次他可不想再逃避 再躲开了 罗海涛在一旁说道 怕是让他回去 他也休息不下 不如就在隔壁吧 那边有什么情况 也能够第一时间知道 罗海涛说着 还冲曾毅使了个眼色 他可是巴不得龙美心 能够跟曾毅在一起呢 罗锦鱼也没有反对 就按海涛说的办吧 说完 罗锦鱼领着龙美心往外走 他心里还有一件事情 要问龙美心 美心远在国外 怎么能够得知这边的情况呢 罗锦鱼打定主意 不让龙美心回来 即便龙青泉受了这么严重的伤 他也没有通知龙美心呢 刚出门 京城医院的院长周耀明 陪着几个人走了过来 为首的一个正是龙长星 看到龙长星 罗锦鱼一瞬间就明白过来 如果有人想让龙美心 知道这里的情况 那么龙美心就一定会知道 龙长星快走两步 来到罗锦鱼面前 大嫂 我来看望大哥 罗锦鱼微微一点头 你工作这么繁忙 怎么还特意来跑这一趟呢 有什么情况 我们电话里讲 龙长星却摇了摇头 我每天都要跟周院长 同一次电话 了解大哥的情况 可不亲自过来看一看 我哪能放得下心呢 这不 把手上的事情安排顺了 我就赶过来了 说着龙长星侧脸 看了看龙美心 美心也回来了 什么时候的事啊 龙美心只能说道 我今天刚回来的 旁边的罗海涛 心里头是一阵火起 龙长星这话说的可真漂亮啊 换了是别人受伤住院 你忙 那还说得过去 可现在可是你亲哥哥住了院呢 你腾个空 都要腾半个月吗 这段时间来医院看望 姑父的人多了去了 比你龙长星直高位重的 不是没有 也没见别人有你这么忙啊 曾毅听了这话 心中却想 龙长星不简单啊 他问龙美心什么时候回来的 这可不是随口一句寒暄呢 而是把自己今天才来医院的事情解释过去了 你亲闺女都是今天才到医院的 那我这个亲弟弟来的也不晚呢 谁也挑不出理来 而站在龙长星身后的是他的闺女龙韵宁 还有女婿庞乃杰 当下两个人也上前跟罗锦鱼打了个招呼 打完招呼 龙长星沉声说道 先去看看大哥吧 周耀明便在前面带路 领着龙长星三人进了监护室 罗锦鱼和龙美心也陪着一道走了进去 曾义没有凑热闹的兴趣 就是站在外面等 龙长星刚才就从曾义的身边走过 可硬是装作完全不认识的样子 从头到尾 连眼睛都没朝曾义这边斜一下 罗海涛低声嘀咕道 虚伪 曾义无奈的摇了摇头 这种事情也只有龙家自己人能够议论一下了 外面的人可说不出龙长星的不是了 毕竟人家也是每天都打电话来关心龙青泉的抢救情况 只是人没到医院罢了 而且龙青泉也抢救过来了 如果龙青泉没有抢救过来 龙长星不露面 那大家才能指责他的薄情寡义 过了有十几分钟 龙长星一行人从监护室里出来了 龙一宁拿着手帕抹着眼泪 而龙乃洁则是唏嘻不已 龙长星叹息道 我大哥是个好人 从小就处处关照我 看到他遭了这么大的罪 我这心里头难受得很 他也掏出了手绢 我这个当弟弟的应该早点过来才是 就听罗锦鱼说道 你大哥这个样子就是我们所有人都守在这儿 也帮不上什么忙 好在现在情况稳定下来了 龙长星就看向旁边的周耀明 周院长 这次实在是太感谢咱们京城医院的医疗队伍了 我大哥能够平安无事都是你们的功劳 周耀明连连客气道 不敢当不敢当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龙书长的情况能够得以好转 我们也是由衷的感到高兴 如果非要说功劳的话 那也都是曾大夫的功劳 这次龙书长能够转位为安 全靠曾大夫的精心医治 说完 周耀明只向曾义介绍道 这位就是曾大夫了 龙长星假作惊讶 随即向曾义伸出大手 没想到曾大夫年纪轻轻 医术却是如此高明啊 辛苦你了 曾大夫 曾义伸出手去淡淡的说道 越有阴晴缘缺 人有旦夕祸福 龙书长遭遇这样的事情 谁都不愿意发生 我们做大夫的 不过是尽自己救死福上的本分而已 谈不上辛苦不辛苦 周耀明脸色一变 他觉得曾义这话听起来有点怪怪的 哎呀 自己真是昏了头 怎么会向龙长星介绍曾义呢 这曾义对龙家可没有什么好感呢 这次能够尽全力抢救龙青泉 已经是很难得了 龙长星自然明白曾义说这话的意思 可他没有想到曾义会当众对自己讲这么难堪的话 人有旦夕祸福 不就是在讲人算不如天算 你龙某人再精明再算计 那也可能有和龙青泉一样的一天 又何必做这一场戏呢 当然 曾义这话里是否还有别的意思 龙长星不想去琢磨 也不愿意去琢磨 三月二十三号到二十六号 山东省春季雅柏艺术博览会 在自博中关村古安城盛大举行 全国百余家餐展商齐聚中关村古安城 每天前一百名观众均可获赠精品白瓷盖杯一个 自博中关村古安城不容错过的雅柏盛业 行医人为首治病救人 为官得在先功而忘思 一道官徒一一一官 一人一国正气凛然 请听长篇小说 首席一官 原著谢荣鹏 演播阿陈 龙长星 听明白了曾义话里的意思 心里很是不悦 可他依旧是和颜悦色的问道 曾大夫 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我大哥苏醒的概率有多大呀 曾义就说 现在还说不准 我们会尽最大努力 可以要看龙树长自身的情况 好 要用一切手段 尽一切办法 如果有什么需要我们家属配合的 就尽管说 我们会全力配合的 曾义只是微微点头 便不再说什么了 龙长星也没有跟曾义再说下去的兴趣 他转身对罗锦鱼说道 大嫂 这段时间我都会待在京城 常来医院看望大哥 有什么事 你就吩咐我去办好了 罗锦鱼客气两句 和龙美心一起 把龙长星送到了住院部的楼下 庞乃杰拖在后面 准备跟曾义打个招呼 龙长星可以不认识曾义 庞乃杰却不能 刚才是有龙长星在 庞乃杰也不好说 自己跟曾义认识 因为他一旦这么讲了 龙长星作为长辈 自然要过问一下曾义的来历 那这一问彼此都要尴尬 毕竟曾义是龙家 最不受欢迎的人之一 当初曾义在龙青泉家门口 大闹的事情 四九城里传的是沸沸扬扬 龙长星总不能装作 不知道曾义这个人吧 知道救龙青泉的人 就是自己最讨厌的人 那是该继续讨厌呢 还是该感激呢 等人都离开了 庞乃杰又回身来到监护室外面 对曾义苦笑道 我刚才没有跟曾老弟打招呼 可千万别见惯哟 三哥我这也是没有办法呀 曾义点点头 露出笑脸和庞乃杰应付着 我明白 我倒宁愿三哥不认识我呢 上次特种刚才的事情 搞得我至今都不好意思见你 庞乃杰甩了甩手 那都是自家兄弟 项目亏谁不一样啊 这肥水只要不留了外人田 怎么都好办 曾义看着庞乃杰就说道 三哥越是这么讲 就越让我不好意思呀 庞乃杰呵呵一笑 嘿嘿 怎么还不行 我这个当哥哥的照顾你一下 这个样子倒好像是 特种刚才项目输给风庆县 乃是他故意送给曾义的一份人情 曾义就朝庞乃杰拱了拱手 那我就多谢三哥承让了 庞乃杰岔插开这个话题 把曾义拽到一旁 低声问道 哎 曾老弟 你给我交个底 我龙伯伯的情况 到底如何呀 有几分苏醒的可能呢 刚才我进去一看 整颗心可都揪起来了呀 曾义脸上神色不变 暗地里却留了个心眼 刚才龙长星就问了这个问题 现在庞乃杰又问 这似乎有点奇怪呀 当下就说 能保住这条命已经是万幸了 至于能不能苏醒 什么时候能够苏醒 难说呀 庞乃杰常常一声叹息 然后轻轻一拍曾义的胳膊 哎 我龙伯伯这里 可就拜托给曾老弟你了 你的医术 我可是知道的 曾义点着头 这是自然 三哥尽管放心吧 庞乃杰站在那儿 感慨了半天 讲了一些龙青泉 以前对他好的事情 然后突然转开话题 我听说曾老弟 容声中华市国安局的局长 实在是可喜可贺呀 我这个当哥哥的打心眼里 为你感到高兴 可惜现在呢 不凑巧 就等龙伯伯身体康复之后 再摆酒为你清喝吧 曾义赶紧说 该摆酒的是我呀 我要向三哥你赔罪才是 哎 那件事以后不许再提了 再提三哥可要生气了 庞乃杰假作生气的样子 狠狠地瞪着曾义 正说着 罗锦鱼和龙美心回来 庞乃杰便不再跟曾义多谈 向罗锦鱼和龙美心 再次告辞之后 就进了楼道里的电梯间 罗锦鱼关切地问道 庞乃杰有事情 曾义一摇头 啊没有 就是关心一下龙书长的病情 罗锦鱼也就不再多问 带着龙美心去了隔壁房间 龙长星今天的露面 让他的感觉很不好 曾义站在外面琢磨了许久 这才慢慢地夺进监护室 去看龙清泉的情况 庞乃杰到了楼下 龙长星和龙玉宁已经离开了 庞乃杰就副手站在那等了一会儿 一辆黑色的轿车驶了过来 车窗放下 鼓浪露出脸来 问道 三哥 情况怎么样 庞乃杰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而是拉开车门迈步上车 开车 边走边说 等车子驶出京城医院 庞乃杰拿出电话拨了个号码 片刻之后电话接通 庞乃杰笑着说道 秋少啊 好久不见呐 晚上有没有空啊 一起吃个饭 下午的时候 龙长星又到医院来了 带来一个大大的保温筒 还领来了两名协和医院的专家 龙长星把保温筒放在桌上 掏出手帕擦了擦手 哎呀 想着你们在医院守着 肯定也是吃不好喝不好 我让运宁呢 做了几个清淡有营养的菜 还包了个汤 大嫂啊 你要多少吃一口 喝口的话 明天让运宁接着做 罗锦鱼接过保温筒 对龙长星道谢 太麻烦了 哎 大嫂可千万别跟我客气 然后他指着身后的两名专家又说 这两位是我从协和医院请过来的 都是脑神经领域的大专家 我请两位专家过来 给大哥做个会诊 看看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罗锦鱼便也向那两名专家致谢 辛苦而为了 其实之前龙海青 已经从军总医院请过专家了 正是因为专家看过以后没有办法 这才把增益千里迢迢 从东江找了过来 军总医院的实力 可不在协和之下 现在龙长星再请专家过来 怕是还跟以前一样吧 客气一番之后 龙长星就说 大嫂跟美心先用饭 我带专家呢 进去看看大哥 说完 龙长星领着那两位专家 就向监护室去了 罗锦鱼哪吃得下呀 跟在后面也进了监护室 进了监护室 这两位专家跟王副院长还都认识 王副院长一介绍 那两位专家竟然也都听过 增益的名字 当下几个人便把龙青泉的情况做了个会诊 和罗锦鱼预想的一样 这两位专家在了解了情况以后 都表现出极度的惊讶 能把如此严重程度的人再次抢救过来 这期间又化解了各种危机状况 这已经是目前医学所能够达到的极限了 说是龙青泉起死回生也不为过呀 这两位专家能够想到的办法 京城医院已经想过了 而两位专家没有想到的办法 增益也都想到了 在了解了情况以后 这两位专家非但没有拿出更好的办法 反而就在监护室里 详细琢磨起了京城医院的抢救记录 时不时还向王副院长进行着咨询 王副院长回答得很不痛快 这可是京城医院的宝贵的抢救经验呢 凭什么就这样 让协和医院轻易拿过去呀 抢救记录上记载的 王副院长倒是一一解答了 而抢救记录上没有记载的 比如增益的针灸 王副院长就含含吐呼应付了过去 半个小时后 两位专家放下了抢救记录 都表示 此番能够把龙青拳抢救过来 已经是医学上的奇迹了 治疗方案也不需要更改 只需要坚持京城医院的方案就可以了 龙长星对此倒没有任何的失望 很客气的叫人送走了两位专家 之前龙海青从军总医院请专家的事情 龙长星不可能不知道 他这么做 或许就是尽一尽当弟弟的责任和义务 送走专家以后 龙长星并没有离开 而是陪着罗锦鱼守在监护室的外面 直到天色全黑 龙长星才站起身来告辞 大嫂 我就先回去了 明天再来替你 罗锦鱼就说 长星 你忙的话就不用再特意过来了 这边有我跟美心就可以了 没事 工作上的事情我都已经安排好了 可以在京城待上一段时间 再大的事情也没有大哥的病重要啊 说到这儿 龙长星像是想起了什么 又特意嘱咐道 对了 明天我还让玉宁送饭过来 这个时候 大嫂你可要保重自己的身体啊 千万不能累倒了 叮嘱一番以后 龙长星离开了京城医院 这个架势 倒让曾毅有些琢磨不透了 而这个时候 在王府饭店的一处偏僻院落里 庞乃杰正和古浪 漫条丝里的品着茶 等待着邱大军的到来 古浪很疑惑的说道 哎三哥 你说曾毅这小子的医术 是怎么学来的 他就是打娘胎里学 也不可能比那些老头子还厉害呀 庞乃杰只是缓缓的喝了口茶 并没有回答古浪这个无聊的问题 医学上的事情 谁能说的明白呀 可能是曾毅得欲名师 也有可能是学医 真要讲究点天赋吧 古浪依旧自顾自的说道 你说有这么好的医术 老老实实当个大夫多好 却偏偏跑来当官 实在是令人生厌 庞乃杰放下茶杯 当官也就罢了 问题是 这官当的也不差呀 古浪就知道庞乃杰的心思了 这是对曾毅的升迁 妒忌着呢 想想也是 庞乃杰这一堂堂的世家子 有着诸多助力 火箭般的升迁速度 目前也就是个副厅 而曾毅从政时间比庞乃杰晚得多 也没有任何家事背景 短短短几年时间 竟然也可以跟庞乃杰平起平坐了 曾毅那个实权的公安局长 就是给个副市长也不换呢 虽然还没有解决副厅级别 可已经享受副厅级待遇很久了 古浪叹了口气 哎 这小子命大呀 当时封庆县那么大的事件 竟然也叫他全身而退了 也不知道 东江省这领导都是怎么想的 庞乃杰沉默不语 他也没有想到封庆县的骨怀事件 最后是那么一个结局 曾毅当机立断 选择了引咎辞职 这出乎了庞乃杰的预料 东江省对于曾毅的任职安排 更是令所有人都想不到 孤身进入群敌环伺的中化市 最后反而杀出了个大名堂 这更让庞乃杰的眼镜都快要摔碎了 也不知道 是中化市的领导太无能 还是曾毅本事太大 至今 只要想起曾毅升任中化市局局长 于是庞乃杰都觉得心里一股无名火起 曾毅倒是平云直上了 可因为丢了特种钢材这个项目 庞乃杰却失去了 庞乃杰却失去了 成为众多年轻世家子弟中娇娇者的一次大好良机 古浪依旧在那里继续飞翼着增翼 就连自己手下那个投资代表杰克王两次被增翼羞辱的事情也拿出来讲 好像是曾毅故意找杰克王的麻烦一般 正在说着 邱大军进来了 看到古浪也在 邱大军的兴致明显高了不少 上来先跟古浪打招呼 有 老四也在啊 什么时候回到京城啊 竟然也不跟我报个道 嘿 别说 我还怪想你的 古浪站起来呵呵笑着 可不敢让邱少挂念呢 我这不是主动露面了吗 邱大军又嘿嘿一笑 嗯 找机会私下聚聚 似乎是意有所指 相比对于庞乃杰来说 邱大军也是更喜欢跟古浪搅在一块 庞乃杰志在仕途 所以很注意自身的形象 再加上还得仰仗他的老丈人 所以平时很少出来鬼混 这跟邱大军的喜好 完全不合拍 而古浪就不同了 每次跟古浪出去鬼混 总有一些意外的收获 这古浪不愧是在西方花花世界长大的 新鲜花样就是多 庞乃杰笑呵呵的过来 邀请邱大军入座 邱少快坐快坐 菜我已经点过了 就等你点酒了 邱大军把手一摆 酒就不喝了吧 就茶水吧 庞乃杰脸上一愣 当时有些反应不过来 心说邱大军这是什么意思呀 对古浪喜笑颜开 对我庞乃杰却是一鼻子灰 难道是对我有所不满吗 庞乃杰可就纳了闷了 一刹那间把这一段时间的事情都过了一遍 发现自己并没有什么得罪了邱大军的地方啊 古浪也是有些意外 打着圆场说道 不喝酒 这可不是邱少的风格呀 邱大军摸了摸肚皮 别提了 最近也不知道是怎么了 这身上呢 总嚼着不得劲 找了保健委大夫看了 说是要戒酒戒色 古浪不以为意 一听这话呀 就知道是野狼中的水平 治不了病 就往酒色上推 赶名给邱少寻一位真才实在的好郎中 仔细瞧瞧 邱大军却没有跟古浪继续下烈烈 有些严肃的说道 既然大夫讲了 那两样总得戒一样啊 戒色那肯定是不行的 把色戒了 还不如把我淹了呢 戒酒嘛 倒是勉强可以办得到 说完 邱大军又看着庞乃杰 跟古浪 我说你们两个也得少喝点酒啊 物事伤身 庞乃杰这才确定 邱大军是真不能喝酒 而不是对自己有意见 当下就笑着说 哈哈 邱大少这一番金玉良言 我们岂能不从啊 好 今天晚上我们就只喝茶 不喝酒 邱大军呵呵笑着 哈哈 老三就是会说话呀 难怪这官当得好 官子两张口 老三你可是深得其精髓啊 庞乃杰 唠了一个大尴尬 不过这话 从邱大军嘴里讲出来 他也只能当是个玩笑话 而且这也确实是玩笑话 邱大军是什么货色 庞乃杰清楚得很 他是打心眼里 瞧不上邱大军的 但他这一张毫无遮拦的嘴 邱大军要是从政的话 早不知道要死多少回了 可庞乃杰依旧是一脸的笑意 把邱大军让到了最里面的手座 来来来 邱少上座 邱大军倒是没有客气 大咧咧的往手座上一坐 我说老三 你平时公务繁忙 怎么有时间回京城了 庞乃杰给邱大军倒了一杯茶 到京城医院去看望我龙大博 邱大军端起茶杯喝了一口 随意的问道 啊 你说的是龙书长啊 好端端的 他怎么住院了 邱大军平时对这些事 丝毫都不关心 龙清泉住院 他还是刚刚听说呢 庞乃杰叹了口气 面色很是凝重的样子 哎 这次我龙大博能不能平安出院 现在都很难说呀 邱大军倒是吃了一惊 啊 这么严重啊 那到底是什么情况啊 你给我说说 庞乃杰故作惊讶的样子 哦 邱少还不知道我龙大博的事 其实他心里清楚的很 邱大军这个草包能关心这些才怪 他就说 要我说邱少这可是太不应该了 我龙大博可是邱少的未来老泰山呢 平时还是要多关心一下才是 邱大军面有尴尬 你龙大博啊 我那未来的老泰山 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邱大军在心里 其实已经有些不高兴了 他不喜欢别人提自己是龙家的女婿 因为龙美心已经出国很久了 整个四九城都知道龙美心是在抗婚 是在躲他 这让邱大军很没有面子 庞乃杰这么聪明的人 又岂能猜不到邱大军的心思呀 他这么说是故意的刺激邱大军 当下就说 前段时间我龙大博出门访友 在高速上遭遇了车祸 情况十分严重 经过半个多月的抢救 命倒是保住了 不过人还处在昏迷当中 能不能苏醒过来 现在还是个未知书啊 邱大军真是很惊讶 他没想到龙清泉 会然遭遇这么严重的意外 当下就解释道 啊 我这段时间不在京城 倒不知道会出了这么大的事情啊 真是太遗憾了 庞乃杰微微叹息 摇着头说道 人有旦夕祸福啊 这事真是说不来 上回见到我龙大博的时候 我还跟他一起打过球呢 旁边的鼓浪 抓起茶杯赶紧抿了一口 要不然他就得笑出来 庞乃杰这个笑话可编得太离谱了 谁不知道龙清泉恨庞乃杰 还要甚于恨增议啊 龙清泉跟庞乃杰一起打球 那绝对是不可能的事情 他动手打庞乃杰 倒是很有可能的 邱大军倒是没有在意 庞乃杰话里的疲漏 而是皱着眉头问道 那现在怎么办呢 庞乃杰摊开双手 那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 先继续观察着嘛 看看有没有苏醒的可能 邱大军就说 是啊 也只好如此了 说完 邱大军又端起茶杯 坐在那喝了起来 好像这事听过之后 就跟他没有丝毫的关系了 其实 邱大军在听到这事的时候 确实有些震惊 不过很快在心里 就有了一丝兴奋 龙家让他丢了脸 他巴不得龙家 能有点什么事 好解一解自己心头的恨意 只是这个事 确实是有点大了 庞乃杰见邱大军无动于衷 心里不禁暗自着急 本以为讲完这事 邱大军怎么都要表示一下 说一说到医院去看望一下 未来老泰山的事 这是最基本的人情事故 可谁知 邱大军听完了就跟没事人一样 压根就不提要去医院的事 庞乃杰很是无奈 自己到底还是高估了邱大军 这家伙眼里出了酒色 怕是也没有别的东西了 可惜了自己的一番计策呀 只要邱大军一提出去医院看望的事 自己马上就可以站出来进行阻止 阻止的理由呢 就是曾毅和龙美心在医院呢 这么一刺激 邱大军岂能不恼 再加上自己一番引导 那曾毅不倒霉也不行了 可惜呀 邱大军根本就不提去医院看望的事 倒让庞乃杰这策划好的激将法用不上了 顿了片刻 庞乃杰又说道 我龙伯伯这次能够保住性命 邱少知道是谁的功劳吗 邱大军对这个丝毫没有兴趣 只是庞乃杰问了 他也只好应付着说道 是谁呀 庞乃杰就缓缓道出了这个名字 是曾毅 长篇小说首席医官 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请听长篇小说 首席医官 援助谢荣鹏 演播阿陈 庞乃杰和古浪约到了邱大军 并且在他面前故意提起龙青泉住院的事情 并且还告诉他 把龙青泉这条命救回来的正是增益 邱大军的脸当时可就沉了下去 他最不想听到的就是曾毅这个名字 要不是曾毅还有那么一点背景 邱大军怕是早就要一枪把曾毅给崩了 当下他一拍桌子站起身来怒喝道 潘老三你什么意思 今天把我找来就是为了要说这个 庞乃杰赶紧起身按住邱大军 哎呀邱少先别激动 庞乃杰也知道邱大军是个一点就抱的性子 可没有想到邱大军对自己也是说翻脸就翻脸呢 庞乃杰赶紧解释道 邱少你听我把话说完 然后你就明白了 旁边的鼓浪本来是不想掺和的 可看到这个情况也只好帮腔道 是啊 邱少你就先听庞三哥把话说完嘛 三哥是什么样的人 我还是清楚的 我相信他肯定是没有恶意 邱大军就瞪着庞乃杰 你讲 庞老三你讲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庞乃杰在心里好一阵郁闷 跟邱大军这种人讲话呀 说简单也简单 说麻烦也真麻烦 与其搞那么多弯弯绕 还不如直接聊当的 当下他也提高嗓子说道 我能有什么意思 我不过是在为邱少你着急罢了 你知道我今天在京城医院看到谁了吗 除了那个令人讨厌的增议之外 我还看到了龙美心 他已经回过来了 怕是邱少你还不知道吧 邱大军当时就是一愣 这个事他还真不知道 庞乃杰就趁着邱大军还没回过神来 接着说道 这事我要是不告诉你 就怕过不了几天 这整个四九成的人都知道 你邱大少被姓曾的戴了绿帽子 邱大军大骂一声 放你样的屁 他差点就要把庞乃杰给揍了 还好是他努力压了压火 站在那儿瞪着庞乃杰 庞乃杰也是瞪着邱大军 丝毫不落下风 凝制了一会儿 还是鼓浪打破了僵持 没那么严重 没那么严重 借他姓曾的十个胆子 我看他也不敢 除非是他不想活了 庞乃杰往后退了一步 有些善善的说道 我想他姓曾的也没这个胆子 可这事儿要是不告诉邱少 我心里过不去 瞒着谁也不能把邱少蒙在鼓里 邱大军一听 心里可是更气了 别人或许没这个胆子 可这个曾毅却未必没有这个胆子呀 就上回 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曾毅都险些把自己也揍了 邱大军恨恨的一拳砸在桌子上 王八高子的 还没人敢占我邱大军的便宜呢 庞乃杰上前劝尾 哎呀邱少先别生气 来来来 坐下喝口茶 顺顺气 早知道邱少会生这么大的气 我就不告诉你了 鼓浪在一旁 听得是心里直乐 这庞乃杰哪是在劝解呀 这话是句句气人呢 该说的不该说的都说了 现在又说这种马后炮的话 这分明就是在刺激邱大军呢 就听庞乃杰继续劝解的 其实认真说起来 邱少和龙美心之间也没有什么 只不过是两家老人 有这么一个想法 严格来说 这可不算是正式的婚约呀 实在不行 我看此事不如就算了 强扭的瓜也不甜 邱少又何必如此执着呢 邱大军又是一蹦三尺高 放娘的屁 这事绝不能算了 我邱大军还就偏偏喜欢吃这个不甜的瓜 庞乃杰也是连连摇头 哎 何必呢 何必呢 鼓浪也很想说上两句 可在心里一琢磨 还是管住了自己的嘴巴 以他对邱大军的了解 邱大军对于婚姻根本没有任何想法 反倒觉得是个累赘 他对龙美心究竟有没有那层意思都很难说呀 日后邱大军要是后悔了 搞不好还要怪罪到自己头上来呢 退一万步说 万一龙美心和邱大军真成了 那个时候邱家的少奶奶龙美心恨起自己来 那可不是一件开玩笑的事啊 庞乃杰是龙家的女婿 打断骨头还连着筋 龙美心看在龙玉宁的面子上 也拿庞乃杰没办法 可自己到那个时候可就惨咯 就见邱大军 一脚蹬开椅子 把腿就要离开 王八告子的 老子现在就去医院 庞乃杰赶紧伸手拉住 哎 邱少 千万冷静啊 我龙伯伯的命 现在还指望着增议呢 你这么一去 岂不是反倒便宜了增议啊 最后反倒叫别人笑话 邱大军倒也不糊涂 这话还是听进去了 庞乃杰说的也对呀 自己真是要到京城医院这么一闹 那可就成了四九成的大笑话了 那你说 该怎么办 庞乃杰看着邱大军 真要想一劳永逸 彻底断了那姓曾的念头 就只有一个办法 正适和龙家定下婚约 邱大军一听这个 反倒是有些冷静下来了 说实话 经过上回跟曾义那么一闹 再加上龙美新出国两年多 他对于这事早就已经没什么感觉了 只是输给曾义这个野狼中觉得很是丢人 罗美新嫁给谁都行 就是嫁给曾义 邱大军绝对接受不了 所以庞乃杰一提订邱大军才会怒发冲冠 可真要是去和龙家订婚约 邱大军倒是有些退缩了 一来他对于这事早就淡了 二来这事已经没有之前那么简单了 原因没有别的 就是因为徐大炮去把龙家的老爷子给骂了 这事让自己家里的老爷子知道以后 就对和龙家结亲的事很淡了 这两年也没有再提过此事 邱老和徐大炮那也是多年的老战友了 虽然不像翟老跟徐大炮那么亲近 可关系也很不错 一门得不到老朋友祝福的婚事 在邱老看来不要也罢 邱大军想明白这一节 就又变成了刚进门时候的样子 龙书长现在还躺在医院里昏迷不行 这个时候就谈婚论嫁 好像不太合适吧 说起话来也懒洋洋的 他觉得这事就是回去跟自家爷爷提 老爷子也肯定是不会同意的 唐乃杰似乎是早料到邱大军会这么想 当下就摇了摇头 一脸高深莫测的说道 邱小你错了 其实眼下这个时候才最合适去谈这门婚事 我有一个办法 绝对可以促成此事 而且让邱老不会反对 邱大军看着庞乃杰有些疑惑的问道 怎么讲 再说龙青泉这边 在医院又待了三天 龙青泉的情况持续好转 喂水喂饭的时候已经能够自己抿嘴吞咽了 在床边呼喊他的名字 他也能做出一些回应 只是还没有彻底清醒过来 可按照这个形式发展 恢复神志就只剩下是个时间早晚的问题了 这天上午 乔老的秘书秦一舟来到京城医院看望龙青泉 并且带来了乔老的问候和住院 探视完毕 秦一舟告辞的时候 特意朝曾一打了个招呼 曾一舟知道秦一舟怕是有什么事情要跟自己单独讲 便借口相送 一直把秦一舟送到了特需部住院楼的下面 往僻静的地方走了走 秦一舟问道 曾一啊 龙书长的情况究竟如何呀 曾一舟说 从目前看苏醒的概率非常大 只是还需要一些时间 秦一舟点了点头 又往前走了两步 这才说道 昨天 昭雄主任回家来了 吃饭的时候 无意中提起了一件事情 曾一面露疑惑 他不明白秦一舟这话是什么意思 琢磨了一下 曾一舟问道 跟龙书长有关系 秦一舟没有说是 也没有说不是 而是自顾自的说道 昨天上午 昭雄主任陪同严旭东同志 去看望一位老战友 遇到了邱将军 好像是为邱大军的婚事而来的 曾一一愣 随即就明白秦一舟这话是什么意思了 到老领导那儿去 又是为邱大军的婚事而来 这事情还不是明摆着呢吗 这是要请老人家出来 做这个媒人呢 秦一舟见曾一脸上变色 也就不藏着掖着 直接说出了最后的结果 他说 不过昨天老人家身体不适 他家人呢 答应帮忙传话 曾一心里一松的同时 暗道 能够想出这一招的人 实在是厉害呀 刚才听秦一舟猛的提起 曾一的第一个念头 就是龙家的人 趁龙美心回国 又在费尽心机的进行逼婚了 要知道龙家可是非常想跟邱家结亲的 虽然龙清泉还在病床上 可这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事 只是在深一想 曾一又觉得这事情没那么简单 因为去找人做媒的不是龙家的人 而是邱家 这说明邱家也想把这桩婚事尽快落实下来 或者想尽快做个了断 龙家跟邱家联姻的事 在四九城已经不是个新闻了 如果不出意外 两家结亲的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只是后来因为龙美心出国 占有徐大炮徐老上门来骂 这事情才出了变故 可也因此成了一个尴尬事 如果两家硬是要促成这桩婚事 倒也不是不可能 但到时候 要是婚宴上哪位该到的大佬不肯到场 或者出了什么岔子 这两家肯定也是脸上无光 再说 两家的人今后还怎么去见徐老啊 邱老和徐老更是多年的生死交情 届时将何以自处啊 可是要把这桩婚事作废 则又出现了另外一个难题 邱老已经跟龙老做了口头的约定 如果邱家提出作废 那就是邱老出尔反尔 没法对龙老交代 而如果是龙家提出作废 邱家被退婚 脸上肯定无光 可偏偏龙家也不主动提婚事作废的事情 也不敢提退婚 谁都要考虑出尔反尔所带来的 预想不到的风险 所以这件事就尴尬了两年 龙家不提 邱家也不提 而现在把这件事正式提出来 交到龙家跟邱家共同的老战友那儿 反倒所有的问题都迎刃而解了 如果老战友答应去保这个煤 那这两家联姻的事情就不会再有任何变数了 到时候谁也说不出半点意见来 包括徐大炮徐老 他就是有任何不满 也不会让老战友下不来台 而如果老战友不做这个煤 可以理解为他不愿意参与这个事 也可以理解为老人家不看好这桩婚事 到时候借颇下驴 两家之间的口头约定 便可以顺理成章的作废了 两家脸上都好看 外人也说不出任何意见来 而现在的问题 就看老战友会是什么态度了 他的一个决定 就可以让龙伟心彻底解脱 或者是永远沦落地狱 曾毅思索良久 这才说到 是该有个了断了 秦一周也是点了点头 曾毅能够想到的 他肯定也想到了 这件事确实也应该做个了断了 脱下去总不是办法 而邱家在这个时候正式提出此事 时机也可以说是非常合适 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 就看你怎么想了 龙青泉躺在病床上 人是不行 邱家此时提出婚约 你可以理解为是逼婚 也可以理解是 邱家没有因为龙青泉的变故 而放弃这桩婚姻 其实也很少有人会觉得 邱家在逼婚 邱家如果要逼婚 早就提出了嘛 绝不会把这件事情 拖拉得如此之久 相反 如果这事是由龙家自己提出的 那肯定就是向龙美心逼婚了 秦一舟就说 有个了断 不管对谁来讲都是件好事 对于曾义的反应 秦一舟很是欣赏 毕竟曾义可是当事人呢 换了别人 再一听此事 肯定会怒发冲灌 认为这是龙家在逼婚 而曾义却能冷静地分析出 其中的门道 曾义就说 金主任 这段时间 我在京城医院无法抽身 也没有去看望乔老 还请金主任 带我向乔老解释一下 等这边事情结束 我再去看望乔老 秦一舟点了点头 不过心里有些意外 他觉得曾义听到这个消息以后 可能会去找乔老 商量一下对策 或者至少去请教一下对策 可曾义却说 等事情结束之后 再去看望乔老 这分明就是 不想乔老 再被牵扯进这件事了 秦一舟也就不好再说什么 好吧 有什么困难 就尽管跟我联系 秦一舟这话 讲得其实很含糊 可以理解为 是指龙青泉的救治问题 也可以理解成 别的什么事 其实 秦一舟刚才讲完这事 曾义就明白 他今天正是受 乔老的委托而来 乔老家里犯桌上的事情 秦一舟这位秘书 怎么可能听了去呢 肯定是李昭雄 把这件事告诉了乔老 而乔老又让秦一舟 来给自己通个气 乔老能够帮到曾义的 也就只能到这个程度了 这件事情 乔老也很难插手 所以曾义就明确地回复了秦一舟 他不希望乔老被牵连到这个事情里 送走秦一舟 曾义回到监护室 对罗锦鱼说道 我有点事情需要离开几个小时 医院方面 我会跟王副院长事前沟通的 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罗锦鱼点了点头 这段时间也确实辛苦曾义了 现在情况稳定 曾义提出这个要求完全不过分 他就说 好的 你去忙吧 曾义又跟王副院长好一番交代 王副院长也是很痛快 你去吧 这里有我就可以了 要是有什么意外情况 我会马上通知你的 交代完监护室里的事情 曾义在外面脱掉白大褂 换了身便装 便准备出门 刚到楼梯 就碰到了龙长星 龙长星这几天 每天都来医院 他手里提着个保温饭盒 看到曾义就微微一点头 曾大夫 这是要出去 曾义点了点头 啊 出去吐吐气 监护室里面 我已经安排好了 龙长星也不问曾义去做什么 只是说道 我带了饭 吃一点再出去嘛 曾义一摇头 啊 不了 我跟王副院长已经吃过了 龙长星也就不再多说什么 提着保温饭盒 进了旁边的房间 曾义走进了电梯间 这才突然想起一件事了 在这两年的时间里 邱家可有的是机会提出此事啊 为什么早不提 晚不提 偏偏会在这个时候提出这件事呢 虽说时机也确实合适 可也令人感到很奇怪 严格来说 上次龙青拳高调全退 也是个很合适的时机啊 再高明的计策 也会有破绽 龙美新刚回来 邱家就提出此事 这肯定是有人在暗中推动 而最有动机来推动此事的 就是龙家的 龙家的人了 只是 从刚才龙长兴的表现来看 也看不出什么 很难确定这件事 是否跟龙长兴有关 不知道是谁 曾义索性就不去琢磨了 就是琢磨明白了又怎么样呢 事已至此 问题的关键 已经不是谁在推动此事 而是那位德高望重的媒人 到底会如何抉择 下了楼 曾义掏出那部私人手机 拨了一个号码 片刻之后 电话接通 曾义就说 丰叔 您好 我是曾义 电话那边传来淡淡的笑声 哈哈 我倒是谁啊 原来是小曾同志啊 你也好吗 曾义就说 我在京城 想去看望一下封书 不知道封书有没有时间呢 那边 大公子的心情显然很好 哈哈 别人要来 那估计是没有时间的 不过你要来 那我还是要抽出点时间的 曾义赶紧说 封书千万别这么讲 可折杀小子了 大公子就说 啊 好了 来吧 我这边还有点事 你要来就来 见面再讲 收了电话 曾义找医院借了一辆车 便往城外驶去 这次被邀请做没人的老人家 正是被曾义救治过的那位病人 从上次给老人家治完病以后 曾义便跟大公子保持着联系 但只要不是大公子询问保健方面的问题 曾义也是不会把电话打给大公子的 跟大公子这样的人物打交道 得时刻注意 所以曾义干脆就保持自己一名大夫的本分 除保健之外的事情 曾义坚决不讲 坚决不问 也坚决不听 今天要不是这事 曾义都不会打这个电话 可眼下除了大公子这条路之外 曾义也没有任何别的办法了 他不想任何人再被牵扯进来了 那样只会把事情搞得更复杂 应该是大公子已经提前吩咐过了 曾义到了以后 交上证件 很快就有车过来接他 车子速度很快 七绕八绕 足足半个小时以后才到达目的地 警卫人员先一步下车 拉开车门说道 请下车 曾义慢慢下车 双手始终放在警卫能看到的地方 警卫等曾义下车以后 又盯了好几秒 然后朝站在远处的另一名警卫 打了个手势 这才反身上车 车子也快速离开 曾义这才四下地打量起来 发现自己正身处一座空旷的球场 眼前是一处篮球场 再往前还有排球场 羽毛球场 左右再一看 曾义就看到大公子了 就在不远处 手里正挥着网球拍 剑步如飞 随着击球的动作 球场上也回响着啪啪的声音 曾义整了一下衣服 把脚快速走了过去 来到球场边站住脚 趁着球出界的时候 冲大公子打了个招呼 风说 大公子拿起毛巾擦了一把汗 哦 小曾投掷来了 来得正好吗 我刚认好身 来 陪我打两局 话音刚落 一只球拍 就递到了 曾义的面前 长篇小说首席衣冠 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明天同一时间 请继续收听 行医 人为首 治病救人 为官 德在先 功而忘思 一道官徒 一医一官 一人一国 正气凛然 请听长篇小说 首席衣冠 原著谢荣鹏 演播阿尘 到了大公子这儿 他刚热好身 准备打网球 不由分说 就要让曾义 陪他打上两局 既来之则安之 曾义只好接过球拍 我的球技 可比不上风数 我今天 就舍命赔金子了 说完 曾义脱掉外套 挽了挽袖子 也进了球场 大公子的网球技术 确实不错 虽然气力 不如曾义这样的年轻人 但机球 上网的时机 掌握得非常好 调动也是十分到位 而曾义 在这方面 可就不行了 他这辈子 总共也就打过几回 一上来 就被大公子收拾得很惨 前后左右来回跑 疲于应付 打网球技术很重要 可不是有力气就能赢的 好在是增益的学习能力很强 再加上本身就非常灵活敏捷 半个小时之后 就已经开始稳住了局面 至少不再是那么一边倒了 大公子连赢了几局 本以为很快就能拿下这一盘呢 谁知道冷不丁 还被曾义抢回了两局 这倒是激发了他的好胜之心 上网 调动 各个花样更是层出不穷 来来回回 这一盘可就打了两个多小时 虽然曾义在极力挽回 可到底还是技不如人 最后还是输给了大公子 不过大公子赢得也不轻松 曾义的技术是差了点 可这击球的速度力量十分惊人 这手腕上要是没点力气 怕是还很难接得住呢 大公子披着毛巾 往球场边的椅子上一坐 端起水杯说道 嗯 过瘾 过瘾 我今天差点就让你这滑泥球翻了盘 身藏不露啊 曾义呵呵一笑 我哪有藏着 我跑到腿肚子都快赚尖了 这还是风叔你让着我呢 曾义心里急得很 可现在也只能陪着大公子坐下休息 大公子靠在椅背上 悠哉悠哉的品着茶 年轻人还是要多锻炼 输给我这种老头子 确实有些不像话嘛 曾义有些哭笑不得 大公子的岁数是比自己要大不少 可也绝对称不上是什么老头子呀 他就说 那我下回争取能赢 听曾义这么一说 大公子倒是有些不能接受了 当下把水杯移放 怎么 看你这滑泥球好像很不服嘛 来来来 再较量一盘 我叫你心服口服 说着大公子坐视一起 准备要再和曾义打上一盘 曾义赶紧拦住 连连摆手 不打了不打了 再打下去 我就不是腿肚子转筋了 怕是明天都走不动到了 大公子哈哈一笑 他已经站起身来了 又缓缓地坐回到椅子上 拿起一张毯子盖在腿上 然后看着曾义说 行了 我看你这猴屁股也早就坐不住了 说吧 曾义如师重负 原来对方早就知道自己的来意了 当下就说 我今天过来 确实是有一件事情 要请封书做主啊 大公子脸上笑意一收 又捧起了茶杯 沉声说道 是为龙家那逆子的事情吧 曾义点不点头 我有什么事都瞒不过封书啊 大公子把水杯往桌子上一刻 冷冷地说道 你的消息倒是灵通得很嘛 我这里有什么事 看来都逃不过你的耳目啊 这一句话 惊得曾义瞬间就出了一身冷汗 自个儿今天急匆匆过来 倒是忘了解释一件事 邱家找老战友保媒 那可是极其机密的事情 知道的不过是寥寥数人 而且还都是位高权重之人 可老人家这里发生的事情 转眼就被曾义这个小大夫知道 这岂不是多多怪事 这事不管说轻说重 曾义都解释不清楚 真要是认真追究起来 那都不是曾义一个人能扛得住的 如果老人家这里的事 随随便便都能被外人知道 这还了得呀 曾义脑门上不由出了一层细汗 自己真是关心则乱啊 竟然忘掉了这么严重的一个问题 当下居然半句话都讲不出来了 看曾义那一副 窘迫失措的样子 大公子脸上冰霜忽然进去 然后哈哈的笑了起来 哈哈哈哈 别人说你在龙青泉的家门口 站了三天 我原本不信 现在看你这副模样 我倒是信了 哈哈 没有一点鱼拙的劲儿 还真干不出这事儿 曾义瞬间 又从酷寒的冬天 回到了温暖的春天 他知道 自己又被大公子给唬住了 可能 大公子就爱玩这一套吧 上次给老人治病的那会儿 自己就被唬过一回 还差点跟他吵起来呢 大公子看着曾义脸色恢复如常 这才说道 哈哈哈哈 你这个人很聪明 非常的聪明 可我 就是喜欢你身上的这股子鱼拙劲 说到这儿 大公子脸色又是一冷 不像某些人 总是自以为聪明 曾义稍稍一愣 没有马上明白 大公子口中这个 自以为聪明的人指的是谁 不过稍稍一琢磨 曾义也就有点明白了 大公子肯定是知道 这次邱家突然提出这事儿 是有人在暗中推动 可不知道 大公子说的那个人 跟自己猜测的 是不是同一个人 大公子吐了口气 随后看着曾义 啊 这件事 我会为你做主的 他的眼神里 颇有些异味 曾义愣了片刻 这才反应过来 赶紧说 谢谢风说 不过这话说出口 曾义总觉得味道怪怪的 更觉得大公子的眼神怪怪的 大公子收回这怪异的目光 然后抓起桌上的手表 看了看 随即一拍扶手 走吧 老爷子这会儿也该打完牌了 说完 大公子就站起身 抬脚往球场外面走去 曾义赶紧在后面把球拍一收拾 放进袋里收好 然后提着就跟了过去 心里也在琢磨着 大公子刚才的话 丘家是请老人家来保媒的 可大公子敢说这个做主的话 就说明这件事大公子心里有数 甚至可能都不必经过老人家 大公子自己就能处理 曾义今天过来 原本也就没想会见到老人 这种事也不能去麻烦老人 不过听大公子的意思 一会儿很可能还会见到老人家 跟着大公子往球场外走的时候 曾义感觉脚步从未如此轻松 压了自己多年的一件事情 终于解决了 曾义跟着大公子 毫无阻碍地穿过好几栋二层小楼 最后就又看到了 之前给老人家治病时的 那座小院子 进了门 大公子示意曾义 在楼下客厅稍坐 然后进了礼间 过了几分钟 就见大公子换了身衣服出来 轻手轻脚地上楼去了 曾义在楼下等了一会儿 一位工作人员从楼上走了下来 来到曾义面前站定说道 请跟我来 曾义就点了点头 便跟着他往楼上走去 其实这位工作人员 曾义也认识 上回曾义在这待了好几天 对这里的工作人员都有印象了 上了二楼 大公子站在楼道里 看到曾义之后 轻声说道 老爷子打完了牌 有些累 现在睡着了 你跟我过来吧 说完 大公子轻手轻脚地 推开了小会客室的门 曾义跟在后面 也把脚步放到最新 进了门 就看到老人正斜靠在一张沙发躺椅上 已经睡着了 身上盖着一张毛毯 而令曾义意外的是 这小会客室里 可不是只有老人家一个 在躺椅旁边的沙发上 身板挺直的 还坐着一位老者 两只手撑在一根拐棍上 看到大公子跟曾义进来 这老者也不起身 只是朝这边微微一点头 曾义只瞄了一眼 就对这位老者的身份 有了一个初步的判断 这应该也是一位 老将军级别的人物了 而且很受老人家信任 不过 曾义并没有认出 这位老者是谁 要说曾义在宅老那里 见过的老将军也不少 可从来没有见过眼前这位 大公子俯下身 看了一下老人的情况 并没有唤醒他 而是朝曾义招了招手 示意曾义 就这样给老人把个脉 曾义左右看看 搬起一张小凳子 轻轻地放在老人的躺椅旁边 然后坐下去 小心翼翼地 掏出老人的手 搭了个脉 坐在那里 细细地枕了起来 两只手的脉都摸过 曾义就站起身 示意大公子 自己已经枕完了 大公子朝屋里的老者 一点头 准备告辞 带着曾义离开 谁知道 这位老者突然放开了拐杖 朝曾义一招手 然后把右手放在了沙发扶手上 这架势分明是要曾义 也帮自己把个脉 曾义一愣就看向大公子 他不知道这位老者的来意 哪敢随随便便出手啊 万一弄出岔子 可就不好收场了 大公子却朝曾义点了点头 这就是同意了 曾义这才搬起小凳子 又朝这位老者 轻手轻脚地走了过去 既然大公子表了态 那也就没什么好顾虑的 不管枕出什么 都有大公子来担着 跟刚才一样 曾义静静地坐在那儿 仔细把过老者的两只手腕 然后什么也没有讲 只是站起了身子 大公子见曾义诊完了脉 又朝那位老者一点头 便领着曾义轻轻地走了出去 合上门 大公子什么也没有说 带着曾义下楼 然后进了一间小书房 曾义跟在后面 心里依然纳闷 这倒是自己行医生涯中 一次比较特殊的经历 见到了老人家 却一句话也没讲 非但如此 在整个枕脉过程中 所有人也都没有讲话 就像是一出哑句 只是曾义对旁边那位 主拐杖的老者的枕脉要求 有点奇怪 自己不认识他 他也不认识自己 什么情况也不讲 这枕的是哪门子的脉呀 关上小书房的门 大公子随意往书桌里面的椅子上一坐 是以曾义靠近些讲话 曾义就坐在了书桌对面的一张椅子里 顺便打亮了书桌的摆设 看样子 这应该是大公子自己的书房 大公子就说了一句 情况怎样 这自然是问老人家的身体情况 曾义就说 老人家的情况最近保持得很好 没有什么大碍 可药还得坚持吃 方子我再调整一下 大公子就点了点头 自打吃了曾义的药 老爷子这一年倒是没病没灾 以前常年相伴的一些小病痛也都没有发作 饭量和精神都比以前还好了很多 看来 曾义这小子确实是摸到了中医的门槛了 这次既然曾义来了 大公子自然要让他给老爷子再把把卖 曾义掏出笔 从书桌上抽出一张纸 坐在那里斟酌片刻 就写出了个方子 其实人到了老年 就是与病为伴和药为伍的过程 接过去看了一遍 大公子便把方子收进了抽屉 然后又看着曾义 曾义明白 这是要问另一位老者的情况 就说道 那位老者也没有什么大碍 身体保养得很好 只是有一件事要特别注意 大公子便看着曾义等着下文 刚才大公子就在一旁 那可是完全的盲诊 曾义不知道那位老者的情况 那位老者也没有讲是因为什么要把脉 就这么稀里糊涂的一把脉 曾义到底能诊出什么 大公子对此十分感兴趣 所以他也没有透露这位老者半分的情况 曾义伸出一指指着自己左边胸腔的一个位置 接着说道 在那位老者身体的这个位置 心脏和肺之间应该是有一个不属于身体的东西存在 这个得非常注意 大公子脸上表情不变 心里却感到十分惊讶 他非常清楚的知道 那位老者的心肺之间确实存在着一个东西 是卡了一块蛋片 这 这也能通过把脉知道吗 这曾义简直是透视眼呢 大公子就问 情况很严重吗 曾义就说 眼下倒不严重 只是到了明年春天的时候 那个东西可能要发作 有些凶险 大公子微微点头 把这个事情记下了 他相信曾义是不会随便乱说的 仔细想了一下 曾义又说 那位老者有点轻微的孤独症 家属多陪伴会有好处 其他的也就没有什么了 大公子又是一惊 要是曾义说别人孤独 大公子也就是随便一听罢了 到了这个岁数的老人 多多少少都会有点孤独 可曾义却郑重其事的讲 这位老者有点孤独 这可就让大公子有些吃惊 因为比起其他的老同志 刚才这位老者的的确确是孤独 而且是非常的孤独 这就让大公子想起了一件事 那就是南疆省的所谓组织部二部长事件 当初顾明夫在高声之前喜难自意 让曾义把脉给断了出来 绝对称得上是神奇 这么一看 难道人的情绪还真的可以反映在脉象上 曾义能够发现那位老者的心肺之间存在异物 这已经让大公子很惊讶了 现在竟然还能够诊出老者的孤独情绪 这都有些让大公子感到震惊了 他追问道 需不需要用药呢 曾义摇了摇头 想来应该是那位老先生平时有针对性的服药 情况并不严重 大公子在心里也不得不佩服 曾义的医术确实是有点太玄奇了 那位老者平时确实是在服药 而且已经坚持多年了 给老者开药方的人也不是普通的医生 而是大国手 在小书房里又聊了一会儿老人的保健情况 曾义便起身告辞 龙青泉现在还躺在医院里呢 他不能在外面滞留太长的时间 而且最重要的事情也解决了 曾义就准备赶回京城医院去 回到京城医院的时候 天已经全黑了 曾义还了车 就匆匆赶到监护室 龙美心正在监护室的外界 看到曾义回来 就问道 你回来了 事情办得顺利吗 曾义点点头 都办完了 龙美心淡淡一笑又问道 你出来这么久 中华市那边没有什么问题吧 他见曾义今天是急匆匆的离开 还以为是工作上的事 曾义摆摆手 嗨 局里有一大帮子领导 少我一个照样转 没问题 龙美心听曾义这么说 这才放下心来 晚饭吃了吗 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回来 还给你留了饭 曾义一摸肚皮 哟 这饭还真没吃呢 那我去给你热热 可能都有点凉了 龙美心赶紧说着 然后准备到隔壁去拿饭 曾义却说 不着急 我先去里面看看情况 龙美心就说 那你一会儿出来吃 说着话 人已经走了过去 曾义拿起挂在旁边的白大褂披上 就进了里面的监护室 今天的事情办的是出乎意料的顺利 竟然到现在都没有感觉到饿 一进监护室 王副院长就打了个招呼 曾义回来了 曾义点点头 龙书长今天情况怎么样 一线稳定 持续好转 只要不再出什么意外 我看应该很快就能苏醒了 曾义上前 看了看仪器上的各种数据 然后又把了把脉 情况确实是在好转 现在龙青泉的脉象已经平稳有力 不再像之前那么虚弱无力 不出意外的话 这一两天应该就可以苏醒了 话是这么讲 可龙青泉一天不苏醒 曾义这颗心就得在空中悬着 曾义又认真查看了一遍 确认龙青泉的情况很好 又检查了一下用药记录 一切都在按照既定的方案进行着 也就放了心 对王副院长又说 王院今天我路上赶得急 还没吃饭呢 等我吃完饭 我来换你休息 王副院长笑着说道 去吧 你快去吃饭嘛 这里有我呢 曾义出了监护室 就看到龙美心手里端着个汤盆走了过来 烫得他连脚步都变得快起来 外面的办公桌上已经摆了好几样菜 曾义快走一步接过汤盆 我来 哪有你这么端汤的呀 龙美心不好意思的笑了笑 我没找到垫手的 你趁着吃吧 曾义也不客气 看到龙青泉情况平稳 他还真感觉有些饿了 当下把汤盆放下 坐在桌边准备开饭 手刚提起筷子 王副院长从监护室里冲了出来 快快 曾义 你快去看看 龙书长好像要醒了 话音未落 曾义已经一下子站起身 蹭的一下就朝监护室过去了 手里的筷子都忘了放下 龙美心一愣 然后也跟着跑了进去 脸上瞬间很是激动与兴奋 进了监护室 就看到仪器屏幕上显示的脑电波活动十分活跃 躺在床上的龙青泉眉头紧皱 嘴角不时抽动 两只拳头也紧紧的捏了起来 似乎是在做着某种挣扎 曾义上前又摸了一下脉 陈生说道 确实有要清醒的迹象 龙美心大喜 我去告诉妈妈 说完他转身又出了监护室 王副院长站在病床前搓着手 脸上也是抑制不住的喜悦 只要龙青泉能够醒来 那么就可以宣布彻底摆脱了生命危险 同时也意味着京城医院的抢救工作 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作为此次抢救工作的亲历者和负责人 王副院长感到非常自豪和幸运 这将是自己从医生涯的一个巨大辉煌 同时也是更加辉煌的新起点 很快 罗锦瑜来到了监护室 上前看了一下龙青泉的情况 紧张地问道 小曾 什么时候能够醒过来 曾义就说 目前情况很好 我想龙书长随时都有可能会清醒过来 王副院长也在一旁点着头 这么长时间的努力和坚持 没有白费啊 现在终于看到了龙书长苏醒的希望啊 龙美心也很紧张 上前紧紧抓住罗锦瑜的手 看看龙青泉的情况 又看看仪器上的数据 希望父亲能够赶紧清醒过来 龙青泉挣扎了有十几分钟 却没有清醒过来 而随着脑电波活动变弱 他紧握的双拳也慢慢的松开了 曾义一看这个情况 立即决定进行干预 王院 我写个方子 你叫人马上去抓药 现在龙青泉已经完全具备了苏醒的条件 这是昏迷的太久 导致他难以醒过来 今天 这么剧烈的脑电波活动 如果还是难以苏醒的话 那么后面的苏醒就会更加困难 王院长点点头 脸上也凝重了几分 看来自己高兴得有点早了 长篇小说首席衣冠 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明天同一时间 请继续收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